好,那大家好,很高兴在周六的晚间能够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两宋绘画中的世道画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主要进行的是佛教美术的一些题材的分享。 那佛教美术其实当我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两宋时期在中国处于艺术顶峰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道教美术。 那道教美术中的气力学也好,还有它所出现的黄老学也好,慢慢的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山水化生发的一种供养。 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其实要看到与它同时并行而发展的佛教美术。 那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佛教美术现在在中国的研究方向上,大体上是以彩塑和壁画居多。 那么研究宋代佛教绘画相对来说题材比较少。 那么这也跟我们现在现行的一个模式有关。 那相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看到宋画研究或者说两宋绘画以及两宋画院研究之中, 那第一大画科当然还是人物画,因为人物画具有的功能更加强大,那它的实时性也更加的足。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宋画中的人物画,大体上由它的服饰还有它的陈设都能够感觉到整个典籍中对于宋代陈设以及服饰的明物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那相对来说,除了我们所看到的人物画之后,那第二大画科也就是我们说两宋时期开始慢慢独立, 也慢慢登入中国绘画顶峰的山水画。 那么山水画与人物画不同,那山水画更多的我们要研究它的村法,要研究它的结构, 那也要研究它的宗派和麦系。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觉山水画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那这种精神上的享受也一直横贯了中国人对于水墨以及涉色山水的这种贯通式的契礼的美。 那这样的契礼的美学之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早期道教思维以及道教思维所影响下的中国的堪育之术出现在山水中的这些美妙的气性。 那与此不同的是我们看到佛教绘画,那大家都知道佛教绘画其实属于世道画中最为小众的这一段。 那整个这些佛教绘画我们现在看来其实留存的非常少, 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研究两宋佛教绘画的这种卷轴画的研究的学者也好, 或者说我们研究的方向来说都比较少。 那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题材单独提出来做四节课,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看清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这四节课的分享, 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中国佛教绘画在两宋时期的一个基本面貌。 那这个基本面貌其实非常的重要,是为什么? 因为它们中间有些很好的作品曾经在我们身边短暂的出现过,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 那可能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们现在研究佛教美术, 对于我们说卷轴画的这个部分来说, 可能看到的东西是比较片面的。 那我们这四节课通过四个不同的方向来将中国佛教绘画向大家阐述。 那第一个方向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动的两宋佛教的尊圣画像。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佛教绘画跟讲的佛教采速是一样, 尊圣像是最早一个出现的内容。 那虽然我们都知道在佛教形成之时, 其实释迦摩尼本身是抵触像的。 他认为只有当时的婆罗门教他们才供养像, 那也很有很多大的祭祀。 但是在他死后五百年之后, 所有的佛教慢慢地被挤压,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伊斯兰教也好, 还有印度教也好, 所以他的挤压使得他慢慢地要向北去, 我们说说去过渡去演变。 那在这段时期佛教变成了一个像教, 为什么? 因为在除了早期的那些高等级的贵族, 他们有能力, 有方式能够来研究这些经本之外, 那这一时期的佛教更多地要吸收的是平民。 那平民有一个问题, 他们可能对这些非常难懂的晦涩的经本, 没有那么好的理解能力。 那这个时候佛教, 我们看到尊圣画像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出现了, 为什么要出现画像? 画像其实是,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图像性的修持和修为。 那出现圣像化, 最早其实最多的要搞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修。 不仅是显宗, 更重要的是密宗,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显宗, 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学者, 那学者他们能够大量地研究经本。 那密宗不是, 密宗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修持者, 他们掌握了一些密咒、密法, 那他们其实是作为修持或者作为咒识的景象出现。 那这两种形象, 不同的人的出现中我们就会发觉, 其实偏密的一部分, 它就需要很多的像。 那这些像有利于他的修持, 也有利于修持他的法门。 所以在这一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研究佛教的体裁, 大体上研究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佛造像。 但是佛造像之中, 我们所说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北宋世纪, 我们叫做邓化的这一系列, 佛教的我们说尊圣画像的卷轴画, 其实是这个系统中留存下来非常少的作品。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北宋的捐本很难掌, 北宋的纸本更加难掌。 那大家都知道纸售千年, 千年的纸都那么难掌, 那千年的捐全部碎, 全部碎碰。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个案例, 江西干州的慈云斯塔, 它是我们现在出的, 建国以来所出的科学考古发掘的北宋绘画最大的一个教堂。 即便这样的教堂, 它所有的卷轴画, 全都碎成了指甲盖的大校。 这是我的老恩师王雅龙教授带着我做的项目, 所以我对这个项目特别熟。 它让我们整个推翻了对我们宋画的认识。 我们原来印象中的宋画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古旧的, 应该是上面设金的, 或者说是全是水溶性色彩,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石矿彩的那种形象。 但在这批绘画里面, 你会看到不同的色彩纤度和不同的色彩维度。 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的媒介和体材很难掌。 还有一个就是宋代的佛像绘画基本上都三亿了。 我们之前研究北宋绘画最好的资料用的是什么敦煌的藏经栋的部分。 因为东黄藏经栋的部分一直从晚唐延续到五代北宋时期。 那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对于佛教的解释或者一个解读。 那这里面其实到晚唐五代的时候, 它偏密宗性的举处高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江西这个地区当时也是佛教的发源地之一, 那这里又出了好几个信仰, 比如说四周大圣, 延灵大圣。 他们这些信仰中出现的佛教绘画其实更多的是偏民俗性的, 是非常汉化的。 所以他们的风格完全的不一致。 那让我们今天开始走进我们的佛教美术的世界, 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尊圣画像其实分为三类。 一类是我们所做的释迦佛, 第二类就是我们所说的显密两教的菩萨, 象征慈悲与莲花的。 第二、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要讲到的就是阿罗汉的形象。 我其实今天我们是按照它的尊神系统先排出来的这三类。 那下一期我们可能讲禅宗话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因为我们要讲到梁凯, 讲到已经在中国消失的木溪和玉剑, 要讲到那些内容。 那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四期的分享, 希望向大家表现一个佛教美术在两宋时期延展的全貌。 但是这里面其实也不能够完全地包括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最爱的刘宗年, 他都不能放到这四批里面, 因为他要放到南宋画院里面, 因为他是画院里的代照。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些讲述, 向大家清晰地看到一个北宋时期, 尤其是北宋时期佛教绘画的一个经典白络。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的第一讲, 《异异佛观,两宋世家圣像画》。 那我们所说的佛其实也就是佛陀, 或者我们称为佛陀。 那在凡文中, 他的寓意其实更多的是觉者,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智者。 那我们都知道觉其实是分三层含义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觉, 觉他, 以及觉性圆满。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符合这三个层次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被称为佛。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普通人其实都达不到这三种圆满的境界。 那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说声闻或者说是原觉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二圆觉通行者, 他们更多的缺少的是原觉圆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类。 但是这种觉性圆满的情况下, 他们也有成佛的基因, 或者说他们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说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有讲到的这两类人, 就是最后一类的身闻原觉。 那小城佛教中其实对于佛来说, 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到的, 汉地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波罗佛, 更多的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释迦伯的形象。 不管你是宝观释迦也好, 托波释迦也好, 红衣释迦也好, 金身释迦也好, 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 小城佛教中对于释迦的演绎, 其实更多的情况下都是这些圣像化系统。 那相对于小城佛教来说, 那大城佛教中的佛, 那它的范围就更加广大。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释迦佛之外, 它还有更多的绝心圆满的所有的修行者, 他们都成为佛。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的三世识佛中最为典型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过去七佛呀, 燃灯佛呀, 以及未来的弥勒佛, 还有我们所说的在密教系统中处于顶峰的五方佛, 还有我们所说的那些, 我们怎么说, 大池形的佛, 那他们这些佛的形象, 基本上都是以佛的样貌出现的。 那法报应三身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像, 其实它有一个共属的, 或者说对立的关系, 甚至有一个互换性的关系。 所以说在小城佛教中的佛, 基本上是一类尊圣像的表达。 但是我们看到大城佛教中的佛, 其实它是一个逻辑关系的表达。 那这个逻辑关系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整个我们所说的大城佛教的上层体系。 那我们现在只能是这样简约地跟大家讲这个问题, 因为搞宗教美术的学者, 他们有更难的对于经本的描述。 那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先迎接这个概念。 那在佛之后, 我们就会提到一会儿会讲到菩萨, 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菩萨。 其实菩萨就是我们所说的菩提萨朵。 菩提萨朵是什么? 是有情的, 道心众生的这种修行者。 那我们经常说菩萨象征着慈悲, 那它是属于红莲布的一样子。 那这些形象的菩萨, 其实它是什么? 在大成佛教的佛, 未成佛之前的修行者。 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确的很多概念, 其实在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明白。 佛、菩萨、罗汉这三种情况, 它其实不是等级上的划分, 它是三个逻辑体系的共鸣体。 那比如说我们认为情况下, 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菩萨 其实是代替佛在执行它在世间的功能, 对不对? 那相对于此, 罗汉相对于它来说, 罗汉更多的是于世间的共情。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 那就让我们先进入我们的佛像画中的 作品吧。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点, 哎呀,天哪。 这个,这个,这个。 那大家听我讲吧, 就今天这个输入系统有问题啊, 这一幅是荣护台说法向 送一名台北故宫博物院场。 让我们再招待一下啊, 可能画一下。 你说用的这个特殊字体没有啊? 嗯? 我用的扛一扛你仔。 你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哎,对,这个就对了。 我们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课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件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北宋的如来说法相 那这件作品 其实非常的有意思 这件作品是前年台北过宫的 我们所看到的国宝展上 他曾经非常短暂的 出城过一件时间 但我们可以看见 这件台北故宫的 国宝如来说法图 它的高度其实非常大 它整个的齿幅的画心 高度达到了188.1公分 那它的宽度则达到了 111.3公分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原来注录在哪 前清宫 这应该是前清宫的 一件重要的旧藏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件佛像的圣像画 我们看装表形式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典型的北宋圈和装的样式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画心非常的巨大 而且在画心的两侧出现了两条 鹅黄色的通天边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说北宋时期的 灰宗内部常见的样式 那这样常见的样式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幅绘画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书体画的构图 那书体画来自于中国人物画的 一个典型的特例 我们可以看到书体和密体画呢 基本上在早期的绘画中已经生成了 我们所说到的书体绘画 更多的是那种不带有情节性的 表现尊圣系统的绘画 那这样表现尊圣系统的绘画中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整幅佛像的背光的部分 除了飞花的火焰之外 是一片空白 一片虚无 它不表现情节 但是它表现的是 佛的智慧以及佛的形象 也就是我们所说 早期佛像绘画最典型的一个特例 我表现的是什么 表现的是圣像 但是我不表现圣像的体材 也不表现圣像的故事 我们单纯的供养 或者说我们单纯的行迹 就是来看佛的形象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幅佛像画其实非常典型 一佛 二菩萨 二弟子 二天王 大家可以看到 它非常非常的典型 而且它有一点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幅如来说法图 中间我们看到的 如来的这个形象 其实它不是正面我们 如果大家看到明清时期 我们会发现 整幅圣像画 它是正面我们的 面向画外的 对着我们的 而在这幅作品中 它对的是什么地方 45度角的地方 30度或45度角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 两个月之前 我们在这一起看的 南兴殿画像 北宋的地后画像 全部都是35度 到40度的形象 虽然它们也面向画外 但是它的目光 并不在你目光所及之至 也就是说 它不会与你双目相对 而是用它的余光 能够撇到你 或者说你能看到的是 一个佛像面向画外 非常积极的样式 那这是典型的 东方形的 绘画正面驴的想说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形的绘画正面驴 其实早期也是这个形象 只不过后来它变体了 但东方不是 东方一直表现的这种形象 那相对于此 我们可以看到 整幅画像中除了如来本身 那我们所说的 它的二弟子 以及前面的两位 花像供养菩萨 以及后面的天王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六张脸 它们之间 所表现出来的 这个构图模式 以及这个逻辑模式 全都没有 把我们画外的人放进去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 而我们只是什么 我们只是羞耻者 或者观想者的一个内容 那下面我们来看到 既然说到 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徽宗内府时期 收藏过的作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宣和庄 那它的形象中 肯定有宣和庄的 很多影像 那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把 整幅画像给放倒了 为什么我们要把 整个画像给放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画像的 我们叫做上下隔水 现在叫做 前后隔水的部分 我们出现了很多印章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最右上侧 我们看到那方 压缝印 是什么 徽宗时期的双龙 那大家都知道 双龙印的 圆形的形迹 表现的应该是什么绘画 而方形上出现 方形的双龙印 则表现的是法书 这是徽宗内府 最典型的双龙印 而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方 在我们上面的 压缝印的底下 有一张非常大的 九叠文的印章 内府 我们可以看到 这幅内府印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什么 我都忘了 还有这个玩意儿 大家看到 现在这一方 内府图书之印 那一般我们见到 这方印章的情况下 最多出现的是应该 在宣和庄的什么 托尾上 大家都知道 宣和庄后面 有一个非常长的 高立纸的托尾 在高立纸的托尾的中间 应该有这方印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幅圣像画上 这方印章出现的位置 是在整个画心的正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 证明什么 这幅画作在当时 就是这种 扬表式的大手卷 我们可以想一想 这幅手卷的高度 达到了111.3公分 如此大型的手卷 只有在北宋时期 才能这样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就是一个 手卷的形式 包括我们看 最底下这方印章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正和的连珠印 那另外两方 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画尾的部分 也就我们说画底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出现的是宣和 底下是宣和连珠印 那这无曲俱全 就是一个典型的宣和装的样式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 整幅画作因为被横躺了下来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这里的这一条 应该是差不多 南宋时期的原装 这幅绘画 其实曾经进过南宋那幅 但是它的签子 已经被拿掉了 它的照星印 我们也没有发现 但是通过这一条隔水 我们能发现 它在南宋时期 应该进过那幅装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些形象 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幅画作原来应该是一幅 宣和装的作品 也就是在公元的 1100年到1125年时期 它曾经出现过 在徽宗的那幅之内 那这也就成了 这幅画像的一个下限 那我们现在再去看 这件作品的细节 我们其实能看到很多的东西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这幅画像的主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来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佛在这里是一个 佛顶出圆光四周 飞火焰的这么一种形式 大家仔细来品味一下 这张画作的这个底子 你们会发觉 在上面有非常非常淡的色色痕迹 那这就要提到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唐代时期 随着王维那一派的发展 水墨在中国绘画中 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那在当时的圣像化系统中 我们比如说 常见的无稻子的形象中 提到的非常多的 都是以墨运渐长 笔墨与线条 在这一时期 成为了中国绘画的一个母题 早期我们常见到的色彩形式 在这一时期慢慢的减退了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期 我们称为检色法的时代 颜色没有消失 而是在慢慢的减退 而这件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如来佛背后的两层光轮 中间出现的那一条 是它的光运 光运的形式是什么 光运的形式是通过 属红色层层的向内渲染 所形成一个巨大的光轮 那这样透突的光轮 其实在我们的后期作品中 是见不到 所以大家都说两宋绘画中 有一种非常浓烈的水色 水色的表现 其实表现都在光轮上 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表现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整幅绘画中 其实布满了颜色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释迦佛身穿的这件袈裟的 这件佛衣的形象 那这件佛衣的形象中 其实用了很多非常淡的绿彩 只不过我们今天看不到这种 如果大家看原作的话 其实色彩的形象是非常典型的 那这种以墨运为主调的 略是淡彩的多层称者的结构 其实表现出来了 就是唐代我们所描绘中 曹一出水那个样式最后的形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形象中 整个佛陀的形象 是一种西来的样式 虽然它表现高鼻众目 已经不那么明显 但是它依旧是一个 带有印度风情的 这么一种表达 那这种表达 其实在我们的整个 尊圣像系统中 表现的不明确 一会儿我们去看 它的散花菩萨 大家会看到更多的细节 那我们可以看到 整幅画作中 我们现在把它放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整个佛的面容的 这么一个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 它头上的所有的逻辑 还是以单线的形式 描绘出来的 而且染了非常重的色彩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逻辑的表达形式 其实在中国的 佛教绘法中 是极其少见的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从唐代到宋代为止 我们经常见到的形象中 这些逻辑的形象 都是以些 矿物颜采点染而成的 而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种检色式 奢水色的方法 其实非常的难得 非常的少见 所以说这些圣像画来说 对于我们研究 中国绘画的人来讲 它其实非常的难 难在哪儿 首先是难在它的形象上 它的形象 与我们所有出土的 馆藏的 传世的精品 全都不一致 其次它有很多 早期的作风 以及早期的方式 那这些早期的作风 以及早期的方式 就是我们说到的 那个问题 佛教绘画 其实相对于文人画来说 它遍体要变得慢 为什么 它有非常严格的经轨 以及非常严格的遗轨 还有非常严格的组本 那这些形制 从上到下的传承 从老到新的传承 它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所以我们能在其中 找到很多早期的形象 那我们今天看到 这种点染式的 用勾边形式出现的逻辑 其实就是一种 早期图像的表达 那这种早期图像的表达 其实不再有 北宋的样式 而它上面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鼠红色的 像太阳一样 升起来的肉迹 那个是典型 宋代佛像的仪式 那个佛像系统 其实来自于 西夏的一个图样传统 那大家都知道 西夏其实也是属于 北方少数民族 那我们看到 西夏中有很多的形象 其实表现出了一种 昆化的样式 那这种肉迹 有的学者认为 它是昆化的一类 也有的学者认为 它就是早期 印度教传过 印度传过来佛教中 所出现的 佛陀肉迹的形态 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种肉迹的形式 也相对来说 比较的铁奇 那我们再往外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期大家可以看到 光轮的部分 尤其在我们的电脑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光轮的部分 那个红色 属红色 其实非常的耀眼 非常的明亮 它表现的是什么 它表现的 其实是一种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光轮 而这样的光轮 并没有影响到 它投光中出现的火轮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后期所见到的 所有的火轮 都是火红色的 装金的形式 但在这幅画像中没有 它的火轮 完全是以 墨运沟图而出的 它是一种清燕的形式 那这种清燕的形式 也是早期 佛教绘画中 常见的体型 那包括 如果大家仔细看 它的眉眼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吗 其实它的眉眼的部分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白好与眉毛的这个位置 在眉毛的墨色上 其实上了一层 淡淡的石青 石绿色 什么 是典型的隋唐时期 我们所说的 红装脆眉的形象的表达 那这些东西 都是要在现场确认的 我们在现场 看这幅绘画的时候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这幅佛像中的 这个小胡子的形象 都是一种脆色的形象 全部都是以一种 石绿色的形式 来渲染出来的 只不过在上的 加里层非常重的墨浴 那这两种形象 这两种颜色的表达中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上早期 红装脆眉的样式 依旧在北宋初期形成 那我们再来看 它的两界天王像 它这两界天王像 画得非常美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柳燕式的棺子上面 其实飞着三颗 正在着火的那个明珠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宝珠的形象 摩尼宝的形象 那这三颗宝珠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夜光中闪闪着 闪耀着它的光辉 这个光辉非常的浓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火珠的艳光 表现得非常的完美 整幅圣像画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两界天王 其实表现得最为精彩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界天王 其实画的是一种 高鼻纵目的手法 对不对 是一个典型的 说弧像的样式 但是它通过线条的描绘 使它增加了一种 东方式的气韵 那大家都知道 中国画讲究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线条 线条以及韵律 那这幅绘画中 所表现的线条 以及韵律 就从它的这些虚姿上 以及它的眉毛上 有所表达 所以大家看一下 虽然整幅画像中 我们可以看到 天王图像是一个 高鼻的形象 非常大的鼻头 纠鼻的形象 但是这种形象 依旧表达的是一种 东方式的眉干 你们看到的还是一个 北宋时期天王的仰视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耳当 它的大耳环 整个是非诸外露的形象 而在它的 整个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种三观式的 这个花冠之上 两侧出现的 则是象征着 此非的红莲 非常的美 两朵红莲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的那个雁花 向外挑出花碎 形成的这种形象 这一定在现场 才能看到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绘画在研究中 我们经常讲究的是 什么痕迹学的表达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道 这一道是非常典型的 宋画的折痕 那很多早期的 屏风画在被撤下来之后 或者说灯画 在被撤下来之后 它都会形成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 这种样貌 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折叠的这种形象 那军本所留下的 折叠的印痕 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们再看到下策 那整个在巨大的下策 都是出现了一个 虚弥座的法坛 那这个虚弥座的法坛的 前景出现的 则是两位香花菩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位香花菩萨 其实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两位香花菩萨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菩萨所保留的 都是什么 逻辑 那大家都说 逻辑是早期 从印度风格 远转过来的形象 而我们之前 其实很少能在 北宋绘画中 看到如此完整的逻辑 那今天我们竟然 在这幅作品中 不仅找到了逻辑 找到了批法 还找到了什么 菩萨的英诺和天衣 我们可以看到 它都是非常如法的形象 整个的英诺和天衣 其实菩萨 都是一个裸身的央视 上面配天衣 而下面则是什么 扬长大群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 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可能看见去 我们说阿南和大家叶的形象 大家舍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两侧的两尊弟子像 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尊弟子像 他们所穿的天象衣 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式的天象衣 那这样的天象衣 其实不中点燃 中的是什么线条 对不对 中间全都是 钉头鼠尾苗的形象 那这种形象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种清垂的样式 而重要的是 菩萨的天衣 在这里形成了 我们说最典型的什么 以线条 所表现的凹凸预染法 那我们在敦煌的很多壁画中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 我们经常能见到 凹凸预染法 那凹凸预染法 是一种吸来的技法 它是通过 大的色块 大的色块 片条的描绘 来表现出一种层次感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菩萨的天衣 所有在菩萨的天衣的下侧 这些柳状的部分 原来都是表现的凹凸预染法 那这样的凹凸预染法 在后期就被两宋之交的时期 就被我们的线条所代替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种奥凸预染法 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表达 那这种预染法的形象 其实跟我们所看到的 传世品也不完全的一致 所以这幅画 其实是早期 我们能够看到的 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作品 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中芯的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中芯是一个巨大的花叶台 花叶台之上出现了一顶香炉 在这顶香炉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香炉下面有一个转圆盘 对不对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转圆盘上出现了什么 这个转圆盘上出现了 非常浓烈的石绿的痕迹 我现在我手摆的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个石绿的痕迹 跟之前我们所见到的 两宋绘画中 石绿的运用不同 我们经常见到的石绿的运用 它是敷在最上层 它很厚重 就像我们看到的 青绿山水的那种形迹 整个的山头都是那种 青绿的颜色 非常的厚重 而在这幅画像中 整幅画面中 石绿都是以非常轻盈的布白 出现在线条之下的 所以说它打破了我们之前 对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在宣和画谱中 其实曾经记载过 一个画家 就是当时画 世家上的侯毅 侯毅这个人 其实是在雍兮年间 特别有名的 也就是说北宋早期 极其有名的一位世道画家 那在记载中 他的绘画形式 其实是学的谁 吴道子的现描图 落寞青史 行笔禁俊 翘拔而秀 绚丽而雅 以画家之意 认为他所画的绘画 应该是一种带有 细节审美式的 线条式的构图 但是在这个线条式的构图里 所说的落寞青史 指的是什么 他在我们说 继承吴道子的墨运之后 其实他把那种墨运简化了 形成了更加流畅的线条模式 那这种线条模式 其实就代表了 当时北宋早期 佛教绘画的一个典型特点 我们用墨 但是我们用的墨非常淡 用墨表现的是 剑桥的线条 所以这样剑桥的线条 也就形成了今天 我们这样画作的这种风格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与侯毅记载中的 那个画作形象 最为接近 或者说最为亲切的一个样式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种绘画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 台北故宫所留存的 这个如来说法图 那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这整幅绘画的作品 应该出现在北宋早期 北宋前期的一个时段 也就是说太祖太宗时期的 这么一个时段 的确它也符合 这一时段的一些特性 那除了那幅作品之后 我们刚才看到了 北宋早期的释迦画像 那紧接着我们要看到 一个徽宗时期 特别有名的画家 其实在太祖朝时期 就已经非常流行的 一个画家 就是赵光辅 那赵光辅 其实在整个的 我们说中国绘画史上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是能够建议 记载的两宋时期的 佛道绘画中的 一个代表画家 那图画建文志 说得很清楚 那赵光辅原是华原人 他攻佛道画 而且呢 善化藩马 笔锋锦锦 那他的名叫做什么 刀头燕尾 他本身曾经是 太祖朝时期的 画院画学生 那当时的乡里 也称他为赵平氏 那他整个的活动的时间 也就是在宋太祖 到宋真宗1022年之间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时段 那我们现在留存的 这件作品呢 是现场美国 克里夫兰美术馆的 蛮王李佛图 那这件作品 其实是一个 宋代典型的小手卷 仰式 它的高度只有28.6公分 而它的宽度 其实也仅仅 有一米多一点 103.6公分 非常非常短的 一件小轴 那他所描绘的这个情境 也就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一个蛮王李佛的 这么一个形态 那蛮王李佛图的 这个形态 其实在克里夫兰的 这幅作品中 表现的非常的典型 那乾隆58年编撰的 《清定密电株林 十曲宝吉续编》中 曾经记载过这件图像 梵王李佛图 捐本 纵8寸7分 横3尺 1寸6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标尺 其实跟我们的记载 是完全一致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件佛教圣像画 相对于我们刚才 所见到的那件 如来说法图 北宋早期的作品 它的风格 已经产生了一种 间距性的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作品 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件作品的后面 其实有提前认为 它就是赵光谱的 一个形象 但是赵光谱 这个人的形象 其实在北宋时期 我们能够看到的 佛道作品 也就是这一章为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件作品中 其实表现的非常典型 整个佛部 在整个画面的后侧 那前面出现的 都是藩王李佛的形象 所有的蛮王 太子的形象 基本上都出现在 画像的前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整个画像的中间 就是正在 礼佛的这么一个形象之中 那在这个形象中 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蛮王的形象 乃次南方的国王的形象 他手中所持的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典型的曲尾香炉 或者说雀尾香炉的一个形象 那这种莲花式的香炉 的确是北宋时期 非常流行 北宋到瑶时期 都非常流行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表现它是藩王的形象 上次民族的形象 首先它的头 关于我们汉帝不同 在我们汉帝的大型观上 其实加了两个 非常长的翅椅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像雕鬼一样的翅椅 还有一个 大家仔细看一下 就是它的鞋子 鞋子前面出现的 像尖角一样的那个位置 发现了吧 那个鞋子前面尖角的位置 其实表现的是什么 藩王的软靴 其实是一种尖角尖的 软靴的形象 只不过后期 被画成了这个样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很多的 埋尼植贡图里面 植贡图里面 出现的藩王的软靴 都是这种形象 前面画了一个 像鹰爪一样的脚尖 其实最早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 前面尖角的那种尖头鞋 只不过被我们的 汉帝的画师 给改了一个形象 形成这样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画面中 我们的佛陀 其实是基督在 莲花台座之上的 它重点描绘的 除了佛陀的慈悲之外 还有它周围两界弟子的 虔诚的形象 以及后面 法天王的样式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天王法鬼 所出现的 形作 与前面的主尊的形象 又形成了一种 四十五度角的样式 所以我们有些学者 也认为 刚才所看到的那幅 北宋早期的 如来说法图 在它最早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幅 组画中的一部分 它表现的应该是 有绘画情节 只不过现在两侧的部分 都已经散意了 所表现的是 中间的主族 主尊的形象 形成了一种 尊圣化的样式 而这幅佛教绘画 其实更多的 表现的是什么 外国福王 焚香的这种情节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情节中 所表现出来的 其实是一种 虔诚礼佛的态度 那我们现在来看细节 那我们现在要 特别关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佛与他的弟子 所表现的 这个白豪的形迹 那这个白豪的形迹 其实非常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白豪的形迹 出现了一个什么 点粉 点粉的形象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已经不是它 最为完整的形态 它是一种初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点粉 其实点的并不完美 而且这个点粉中 还形成了很多 方块的快落 如果大家有机会 我们以后 讲到辽津美术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 一个黑水城 那黑水城 藏的那一部分 造像里面 在白豪的表现上 一方面是装金 另一方面 在它点粉之中 它出现了什么 光芒 光束的形象 但现在我们 还没有看到 这种光芒和光束的形象 我们只在 专本上看到了什么 非常络绎的 这种点粉形 那这种点粉形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形迹的出现 其实是一个 北宋时期 两宋时期 佛教绘画 最典型的样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佛陀 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佛陀顶端 依旧是我们所说的 逻辑的形式 对不对 在逻辑之中 出现了一个 像满日一样的肉计 那这样的肉计 那有些学者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 那个首都师范大学的 何某平教授 他写了一篇 很重要的文章 叫做 《梵王礼佛图创作年代考》 这篇文章里 他就提到了一个问题 他认为 这种非常满庄式的发迹 类似于 昆发式的 佛像形式 其实来自于西夏传统 那他研究的重点 其实更多的 采用的是 榆林窟 东西千佛洞 以及十二到十三世纪 我们刚才所说的 黑水丛出土的那些 偏向于我们所说的 密教美术的 佛像造型 的确我们在那些 佛像造型中 可以找到这种 昆发的形式 以及他高耸的 肉计的形态 但是这种肉计的形态 在当时的汉迹 是否出现 其实也有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 真宗时期的 慈云四塔里面 其实就出过 这样的形象 只好这个形象 是不是由西来影响 现在还要继续研究 但是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他这篇文章 因为他这篇文章中 对于整个 翻地的 以及我们所说的 西夏佛像的 这种样式的表达 描写的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刚才说了 那个 赵光辅这个人 其实是华原人 那华原这个地区 在整个宋代一直是被 西夏党像人所影响的 一个非常严重的地区 那大家都说 佛像是一个有仪轨 或者说有传承的 这么一个系统 那有没有可能 它的图像系统中 就有这样的 西来传承的因素 现在我们认为 它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善化理佛式的形象 的确在当时的 西夏佛陀中 非常的常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地佛核心思想下 所影响出来的这种形态 也就行为当时的 一个标准式的形态 它与当时的困化 形象不一定一致 但是这个系统中 佛的这个形象 高鼻纵目 长须眉的样式 的确是应该来 受到西方的影响 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大弟子的形象 整个弟子形象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右肩所披的 袈裟的样式 全部是中国式的 我们所说的线条式的描绘 那这种线条式的描绘中 阿口张渠 这也是东方佛像 非常典型的一个样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正在像 吟诵唱经一样的形式 那这种形式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两半嘴 其实是慢慢的张开的 那这幅画像中 表现的其实并不明显 到元代有个宣返语花 它的图像中 这个形象表现的 就非常的特例 非常的典型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后侧出现这种兜拱式的卷云 以及中间 以白线来形成这种高光的形象 其实这都是两宋之交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这幅作品差不多应该坐于 公元的1033年左右 我们认为它是受到西夏影响的一种 两宋之交的一个佛像形式 只不过它用了赵方府 这位大师的名号 来填补了他的作者空白 那包括我们看到这里面 其实最精彩的就是 传王礼佛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中国法王子 他们所穿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软靴呀 提腾啊 还有我们所说的 元领大衣的形象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 唐代所见到的 翻袍样式 那这种翻袍样式 以及翻袍习俗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头上所出现这种 正虚然 或法 以及两侧 我们看到这些 昆发的形象 都是以前他作为 翻人最典型的样式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角这个位置 这个狐王的形象 他周身所穿的是什么 是一件红色的 带有雀鳞的 这么一件袍 这件袍出在哪 这件袍出在一个 非常典型的地方 阿诚金木 阿诚金木 我们曾经看到过 这种典型的形态 而且它是以 丝织品的形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翻国法王子 大家如果有关注过 敦煌的壁画的话 大家在敦煌壁画中 最为典型的 涅槃窟里面 都见过这些 异国王子的形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幅画像 其实是对那幅画像的 一种 怎么说呢 是一种延续 那包括我们 现在来看细节 中方绘画中的细节 非常注重线条的墨运感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幅藩王 他手持的香炉下面 出现他的大袖根的形象中 更多的出现的 都是这一刻一刻的 我们所说这种 利比式的线条 那这种利比式的线条 是非常东方的画家 才能够完成的作品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双手的这个指甲 都出纸顶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 汉式的佛像的造法 那这样的佛像造法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他的虚然也好 还是他的头观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发虚和发丝 都是东方式的丝出来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 他的王冠上 依旧保持了 早期星月形的一种典型 也就是带有 苏特式风格的一种典型 但是这种典型 到后期已经变成了 混用了 形成小剂子的形状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形象 其实在当时 也是非常常见的 西方和东方混用的形态 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诸国法王子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人 这就是典型的 两脚昆迹的形象 两鬓都昆了 看到没有 头上非常的干净 但两鬓 虽然留下了两层叶毛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后面 整个耳根的后侧 全部被昆掉了 这是典型的 我们说辽金时期 昆发的一个方式 这个样式非常典型 手里执着形香炉 而且在它的腰间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的其实是一个 类似于蝶蟹带的形象 前面还有短刀和斑囊 那包括这里 旁边还有夫牌子 这个形象都非常典型 那第二位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矫际的形式 一个乌满际 不是 是一个满际 还不是乌满际的形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如此大的耳环 大的耳当 这都不是中原人 出现的样式 那第三位 其实是 我们现在看到 最为典型的 符合西方仆人的样式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 它基本上 虽然穿着的是 中式的圆领 唐式的圆领 但是看到它的腰间没有 短刀臂首 非常的翻画 浮画亮起 都出现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的头发 都是一种波卷的形式出现 而且画家特地在此 描绘了它们不同的发色 包括我们今天 所见到的金色 金色的发色 包括这里我们所看到 是紫金的颜色 是红色的一种形态 那这些形态都认为 这是一些外国人的形迹 那这些形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藩王藩国的形象 那包括我们来看到后面 那后面的形象 像更多表现的是 北方的样落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的服饰 相对来说 穿的比较的厚重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还出现了很多 燕尖帽 比如上这一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位出现的 这个形态中 那它不仅有 所谓说的波斯型的 卷发的系统 它还有一个什么 圆顶型的毡帽 圆顶型的毡帽 是当时高昌地区 进入中原时的 苏特人经常穿着的 一些服饰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的这一位 我们当时 其实做服饰研究的时候 有的学者认为 这个人就是后来 那个文基归汉 那个形象的 服饰的来源 因为它是典型的 北方服饰的样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 什么类似于 窥头帽的形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两侧还出现什么 披风 披帽式的披风 看到没有 风帽的披风出现了 而且在它的领原处 我们可以看到 表现的这是什么 像这个形态 我们今天看到的 两侧的这个 表现的是皮毛的眼泪 非常漂亮的 球皮的眼泪 包括这里也是 尤其是像这里这一位 大家看一下 它的帽子 都是由皮毛 转转而成的 一层一层的 所以它们都来自北方 所以我们经常说 蛮王指的是南方少数民族 东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形态 而后来这些蛮王的形象中 其实有很多北方形态的表达 那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胡人献宝的形象 那这个形象 其实在后期 我们出土绘画中 非常常见 基本上出土绘画中 在所有的地势天 大饭天的一侧 都会出现 胡人献宝的形迹 那它们经常守执着什么 琉璃香炉 琉璃波 里面就会出现一颗漂亮的火珠 都是这种形态的表达 那我们除了这两幅画像之外 下面要看到第三个 其实是带有 佛像故事的这么一幅作品 来自于辽宁省博物馆的 燃灯佛授机图 那这件作品是典型的南宋样式 相对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北宋风华之中 它所表现的形态 已经不完全一致 首先是它跳拖型的画本中 所表现的这种人物的形态 已经是非常的汉地了 另外一个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整竹形迹 其实是一个情节故事画 只不过它会放到了 一个小的手卷之中 那这个燃灯佛授机 其实是《金刚经》中记载的 一段非常经典的国事 因为燃灯佛也是过去 庄严节中所出世的千佛之一 他曾经是释迦佛音帝时的老师 为释迦授机 而他授机时的释迦 其实还是一个法王子的状态出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预言他未来成佛的燃灯佛 在此授机 我们大家出现在这个场景的最下方 其实是出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主尊的这个燃灯佛 两侧出现的香花菩萨也好 弟子也好 还有我们所说的石王也好 甚至后面所说的天龙八部也好 所有的诸神都是围绕他行前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行前中 他两手这种栩栩展开的前景式的构图 就是说这种一仗队列的构图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洛神父那个系统 我们发觉了没有 尤其是他前景的这个样式 两边各有一个天女菩萨 然后在前行的他出现在一个场景之内的这个场景 其实这一幅仪仗队表现的是一个来自于我们所说的典型的 洛神父的那个仪仗系统之内 我们去看北齐的崔芬母或者洛神父 他都有这种仪仗队式的构图 来表现主尊人物的这种盛大与庄严 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 燃灯佛出现了之后 那我们的善慧童子也就是佛未成道时期的这个形象呢 他希望能够靠近佛 但是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当时接近燃灯佛 那燃灯佛当时就化陷在周围一片泥泞 那这片泥泞中就是后来出名的那个 布发眼泥的故事 那他最早是先脱下了他的鹿皮大衣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燃灯佛脚下所踩的 其实是善慧童子当时脱下来的这个白鹿皮的大衣 他先用木皮的大衣来掩盖住了这些一片泥泞 让我们的燃灯佛可以踩着他通过 后来当发觉他的大衣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将自己长长的头发向前披散 盖在了泥泞之上 让燃灯师尊走过去 那师尊当时和菩萨们行迹的时候 空中宛如玄花 也就是说他感觉不到任何的重量 就这么飘飞过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善慧童子在这里 其实是将他的演发 整个这个批发的形象 全部表现在了这个画作的正下方 所以也证明这幅画上下通行 两位主尊之间的一个构成关系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燃灯佛的这个系统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徐徐前行的 仪仗队的样式 大家把这个三十度角在转十五度到四十五度的时候 你们就会很发觉的表明 大家可以看到燃灯佛后面出现的这个头光 依旧是一非常淡的石绿色所描绘的 它所描绘的是一种透发的形态 而它身穿的这件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佛衣 这件大家衫 如此蓝络的这件大家衫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南宋样式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层的这个佛衣 这个披金式的佛衣 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的是什么 实清实虑表达的一种尖角式的光泽 这种尖角式的光泽证明的这层佛衣原来是一层透纱 青绿色的透纱 非常的轻薄 而它下身我们再看 它下身的佛衣则表现的是非常厚重的石绿色的卷杆 那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菩萨 弟子的香花菩萨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形迹中 人物的形态脸庞都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它非常注重的是什么 从佛到菩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际全部是以石青色软满而织的 表现的是它翠绿色的形态 而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眉毛和胡须 所有的眉毛和须发全部都是青绿色的 也是早期红装脆眉的样式的表达 而且重要的是有一点不同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时期佛的形态中 它的小胡子依旧保留 而菩萨作为男像 它的胡子已经消失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佛像化 尤其是菩萨像进入了一种世俗的状态 开始向女性变化了 其实我们在这中间应该有女尊的出现 但是女尊依旧没有完全的完成 而是将菩萨的男尊型表现为一个女尊的样式 所以它的胡子消失了 而且它的面目变得非常的圆软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燃灯佛的这个形态 很可惜啊 这幅画作我们看原作的时候 它的燃灯佛的这个面部啊 已经受损了 而且损坏的还非常的严重 但是依旧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种布发眼泥的形态 所表现的非常典型 大家可以看到长长的一柳头发 向前驱飞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上慧童子 是一个免布燕蒂的形态 那这种免布燕蒂的形态 形成了一个S型的构图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形成了一个尖角 使整个构图中 它的位置放得更低 远远的低于佛脚下的鹿皮大衣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形态 这是中国画的一种典型构图 通过变形去完成情节的内容 所以它要表现的是这些 所以表现的是 燃灯佛义法的这种形式 所以大家所想见 燃灯佛为菩萨受祭之时 所表现的这种形态 其实非常的圆满且正直 那下面我们看到的 则是它随身的这个二十八步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二十八步众 基本上就合十了天龙八步 勇猛护卫 以及卷转驱法的所有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出现一个很怪的形态 看到这一位面 两个眼睛开始产生了变形 那这个变形 其实出现的这个问题 刚才 其实上回就有朋友问过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眼睛向上全体了 这是它在修复时候产生的问题 它装表的时候 明代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大的修缮 那在那一次修缮中 这一只眼睛就被拉高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就形成这样的意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些诸王 诸法 他们所出现的这些形迹 中间依旧出现了很多罗法 以及鬼身 但是这些罗法 与鬼身的形象 相较于我们刚才两件作品的表达 更多的 其实都是汉帝的一些系统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中间 虽然表现的是繁王 或者是一些繁僧的样式 但是我们依旧能看到 它是一种线条描绘了 这种线条描绘 其实更像是什么 更像是一幅壁画的一个小稿 因为只有在壁画中 它才会描写 这么轻领的线条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幅画作 也有些学者认为 它是一幅 两宋时期四贯壁画的 这么一幅小稿型的形态 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面出现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 帝王和王后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帝王 其实头上戴的是灵脚巾 两侧的这两戒 他的这两戒侍从 身穿的上 其实里面是戴的是龙巾 那这个形象 与我们所见到的 十三帝王图中的 帝王图 其实非常的类似 其实非常的相近 包括它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帝王和王后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值得都是取景香炉 相较于我们刚才 所说的天龙大物 尊神的系统 他们的这个取景香炉 其实非常的典型 因为他们其实 还是要供养的 而且北宋时期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在女性的仪仗中 经常会出现一个东西 叫羽扇 男性的仪仗中 却出现的更多的是香 女性的仪仗中 出现的就是羽扇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就是羽扇的形象 它半片羽毛形 扇翅的样式 那这个扇翅的样式 只有在我们出土绘画中有过 那这一项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燃灯佛寿季图出现的 这种羽扇的形象 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那这是北宋时期 记载的就是这样的羽扇 那这样的羽扇 那这样的羽扇大体上也用于尊神系统 以及帝王系统之列 所以它是一个皇家御用的 这么一种 陈设期 那我们下面要看到的是 这一系列中最晚的作品 这件作品其实争议也蛮大的 长生法会土洲 来自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件作品非常的大 而且表现的是 饥荒极乐世界 大家可以看到从上到下 有云眼的宝塔 宝树以及诸天菩萨 全部是一片法落 它讲的则是无量寿佛 在须弥台上 来迎接菩萨供应的 这么一幅画像 那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个表现 是一个极乐世界 那这个极乐世界中 大量的运用了什么 大量的运用了金红彩 所以我们仔细 如果大家对之前 我们讲过日本佛道画中 四名佛派的 还有记载的话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你们就会想到 这幅画作中的很多细节 其实跟四名画派非常有关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主尊出现的无量寿佛 坐于连台之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幅画像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盛大 那它中间所有的 佛菩萨弟子的形态中 大量的运用了什么 亚金和装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中间是 其实是用黄金来提亮的 所有的颜色 使得整个七天法像 犹如在一层 夕阳的光运之中 非常的圆满 已经盛大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其中出现的 比较典型的 弟子像 不对 错了 俩鼠标 弟子像 中间这个是 那个 无量寿佛的形态 无量寿佛的形态 大家可以看到 两侧出现了 何时的两弟子 阿南 以及大家舍的形态 在这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是菩萨 菩萨之外 又是我们所说的 弟子 弟子之外 又是各路的 我们所说的石方 以及我们所说的 天龙八部 都出现在这个位置 这里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到这个形象了 这是四天王之外 出现的这个形象 这是牵着青丝的 那个皮尸奴的形象 那这个形象出现 就出现什么 这里应该出现 文书菩萨和普贤菩萨 但是一会儿我们去看 他这幅画像中 文书和普贤菩萨 并不出现在 竹井场之内 一个是作为竹井的玉成 另外一个 则出现在 他的背景之上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位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弟子像 跪拜 向佛跪拜的这个弟子像的形态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佛弟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南宋时期的法医和佛医 相对于北宋时期 完全不同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南宋时期 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技法 叫做肖金 只不过现在看不到了 是为什么 因为肖金类的佛医 其实非常难以保存 因为他的质地都非常清盈 大家都知道 南宋偏安易晕 他的气候 的确也非常的湿润 所以他的佛医 基本上都是非常清盈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些佛法医上 我们都出现了大量的金脉 看到没有 黄金的形怒 而后面这一位 双手合十的 脚下踏的莲花的 就是文殊菩萨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刚才我们在他的上侧 这个位置 这两只脚出现的是 那个牵狮的狮奴 后面是什么 狮子和莲花台座 而这时候 文殊菩萨 已经从他的莲台上 缓缓下降 出现在佛的前景处 功身合十 来完成这场巨大的 法会的导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文殊菩萨的形象 他受了北方影响 衣袖出现了什么 非常漂亮的高官 辽金时期流行的高官 而且青色的发丝 大家可以看到 两侧的皮发全员 以青色为主 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他的下侧 所表现出来的 这是魏池以僧式的画法 画的非常的堆别 而且中间出现了 非常多的这什么 这种蝉丝状 那这种蝉丝状 我们所说的 也就是魏池以僧的 那种云墨状的云态 那其实这是一种 吸来的方式 在东方的一种眼镜 那我们来看了这个 我们去来看一下 整个上侧 这幅画像最漂亮的 就是上侧出现的 有西方极多世纪的云命宝塔 天宫宝树的一侧 大家可以看到 从天上缓缓下降的飞天 他们手中执的是什么 宝钙 他们的宝钙要去哪里 他们要执着这摞宝钙 一直出现在释迦佛的 我们刚刚所说的 无量寿佛的头顶之上 所以他们正在赶赴 这场长生法会 而我们的普贤菩萨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在乘着他的白像 远远的正在从西天 向法会下降 所以它表现的是一个情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图像中 除了中间的宝塔 是稳坐异域之外 剩下两侧图像 其实都是在 从彩云上往下飞降 它表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幅图像 是整个画轴的最上侧 顶端 就是说我们的普贤菩萨 和我们的直着滑盖的飞天 正在慢慢地向 我们所说佛的形象靠近 是这样一种表达 那相对于我们来说 这里看到的这个比较典型 这个是文章菩萨的坐地 而且我们旁边看到了 北方天王的形态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大家说的形态 那在这里大家说的形态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面部被圆软得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的年轻 也不像之前的那种普相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天王 都开始慢慢地世俗化了 虽然它依旧是清白云落 但是它的面容 已经开始产生一种 浮粉式的效果 那这种效果 其实就是两宋时期 我们的板印佛教画中 经常出现的样式 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这座的青狮 它像一个哈巴狗的形象 正在向一侧弯着头 但我们可以看到 它前景中所出现的 这个昆仑奴 也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细花式的样貌 所以其实这幅画是研究 一个南宋时期 我们说整个装饰造型 艺术的一个 极其好的一张范本 因为它太难了 细节表达的又多 那除了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刚才看到了几幅 从北宋到南宋 不同时期的 世家造像 那下面我们要看到 是第二个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菩萨像的形态 那菩萨像的这个形态相对于来说 与佛像的形态更多的不同 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到 显密两派的不同的形态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菩萨其实是地位仅次于佛的 协助佛传播佛法众生的 这么一个神职 那这个神职 其实它是佛的前世 它也替佛完成了很多工作 那古印度时期 那佛和菩萨 其实都是男子的形象 那传入中国之后 尤其是两宋时期啊 中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 构成模式的转变 我们说五代时期 我们经常能见到的 菩萨像里面 白衣观音不是最主要的一类 最主要的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地藏信仰在五代时期 晚唐五代时期 非常的流行 那这种地藏 地藏信仰呢 到了北宋时期 慢慢的转变成了世俗化的 慢慢的世俗化 这种世俗化不是一种贬义 是一种褒义 就是说生活化 那这样的生活化 他们认为菩萨 其实代替佛完成了很多职能 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救苦救难 所以这一时期 开始流行观音 我们说一会儿经常会看到 我们在 我们在北宋出土的画像中 竟然出现了很多观音的形态 那这些观音的形态 其实都非常远转与漂亮 那而且它慢慢的 由男相变成了女相 变得非常的华丽与优雅 所以我们说在佛教初创时候 小成佛教时期呢 我们只把佛 累世修行的前世 或者未成佛的法王子 称为菩萨 那大成佛教呢 他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 人人皆可成佛 所以立下宏愿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这些 都可以称之为菩萨 这是佛与菩萨最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后世 随着我们世俗化的扩大 很多重要的精通佛法的高僧大士 也慢慢的进入了这个轮回系统之中 形成了菩萨的形态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件菩萨呢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一件菩萨 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好好好 那这个用关吗 我们五分钟之后再过来 没事 那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 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是 是来自于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 这幅号称是敦煌藏经坟最好的一件作品 北宋前的六年 呃 挂州 潮氏 归义军政权 时期的水月观音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路上了吗 大家听一下有声音吗 给我个回应 观众朋友们 推着呢 嗯 好 应该是有的是吧 嗯 有声音呢 好 我们继续 别跟我们上回有一次 录播事故 我录了两多小时 一句没录进去 那我们下面继续我们的菩萨专题 那菩萨专题里面 我们第一件能看到的 就是来自于北宋 前德六年 也就是挂州 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 这么一件重要作品的水月观音响 那这件水月观音响 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 敦煌藏经洞出土画像中 最为完整精美的作品之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件观音 与我们之前所见到的观音 和之后所见到的观音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定为水月观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的这幅菩萨像的一侧 出现了这件观音的榜题 那这也就是我们所说早期的出土佛教绘画 尤其是敦煌彩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每件圣像画都具有他自己很完整的宝题 比如地藏菩萨 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月观音 南无大悲就苦水月观音菩萨 非常非常完整的一段 凯书榜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主尊的水月观音 它光如壮伦 对不对 这个形象其实到日本就变成了什么 如意伦观音的形象 非常典型 这个主尊的水月观音 其实是结一个全家福座 而它头上所带的是 我们典型的表现观音菩萨的画佛宝观 对不对 在它的头上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画佛观 这个画佛观的两侧 出现了一对栩栩燃烧的摩尼宝珠 而在摩尼宝珠的下侧 我们可以看到 这幅观音有一个非常大的 北宋的特点是什么 它有非常如壮花一样的宝增袋 大家仔细来看一下 那个宝增袋的形象 像两朵漂亮的白色的花卉 正在向外喷张 这个形象在唐代时候出现的是什么 喷张的红莲 这时候已经变成了宝增袋的形态了 大家想一想 从我们所看到的最典型的 奉仙寺中那个天王 那个宝增袋向外飞飘的形式 到这个形态 其实是完整的一套系统 而这两侧有什么青蓝色的批发 依旧是以蓝色表达 而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的阴落之上 开始出现了白念珠 水晶念珠 而它的手中 一手直的是镜瓶 另一手则直的是什么 杨柳枝 杨柳枝度化甘露 所以说这是观音最典型的一个形态 而它下侧的榜题呢 则有什么 持花菩萨的形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一会儿会看到两身 它的湖贵菩萨的形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敦煌藏经栋出土的这些佛教绘画 最典型的 主尊如壮伦一样 开始出现在整个画面的正上方 而在它的上色出现的则是什么 由花蔓组成的宝盖 香花供养中的巨大宝盖 佛的宝盖是什么 是金顶 是不是 是船顶的形象 而我们看到菩萨的宝盖大量出现的就是火珠与花卉 花与火形成了菩萨宝盖的一个典型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尊观音像 其实这尊观音像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一个南向系统 而且它非常的南向 解体壮实 胸部非常的壮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整幅观音的形容中 我们非常多的在表达的是它什么 是它壮硕的上身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吧 后期我们所见到的那些 尤其是甘肃风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海风格的造像中 那些造像虽然已经变成了女尊的菩萨 但是它的上身显得非常的壮硕 尤其是那些肌肉都出来了 其实就是从这种形态变化过去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形容中 在当时的记载中被称为一种壮士型 或者说立志型的观音像 那这种观音像 有人说来自于唐人周访所表达的女像的另外一个系统 那另一种说法认为它来自于什么西方的表达系统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一幅观音像的两尺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手中出现的杨柳之跟后期不一样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幅我们江西地区出土的观音像 那幅观音像中我们所看到杨柳之插在镜庭里面的 或者插在琉璃尊里面的 但是这里不一样 大家仔细看一下它的右手的这只杨柳之 它的右手的这只杨柳之 非常像我们早期看到的莲花手菩萨的形态 它是缠着你的手一直从手背处出来的一只 非常非常典型的带有密教风格的这种转轮的样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那我们再来看它下面的持花供养屠萨 这其实是一对持花供养屠萨 今天给大家放出来的是这一对的形态中偏右侧的这一个 因为右侧的这一个胡柜的其实还比较的漂亮 而是手中直着花盘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香瓜供养前面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团案 在团案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上的有非常多的壮帘 下面则出现的这一圈我们叫做桌围子 桌围子上两侧出现的那个就是受带与建带 所以我们在敦煌藏经洞里看到很多天盖上的形象 其实就是这种桌围子的建带式的样貌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大型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安入 这个安入现在中国没有保存 但是赵阳应该知道在日本的正仓院里有非常多的安入 这些安入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中间这一大片的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一片上 你们还会看到非常多红底绿叶花卉的形态 而且它的花心有非常多的什么金色的花脉 这都是晚唐时期绘画的典型特点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两侧的中间的香炉也好 两侧的两支镜瓶也好 这三件器物不仅有莲花形的台座 而且通体装金 是一种唐式宝金极佳的一种构图 而在它的莲花式的这种香炉之上 所供奉的就是一颗活活的栩栩燃烧的模拟宝珠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幅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晚唐时期 到北宋一种过渡的一种佛像绘画的样式 而在它这种佛像绘画的样式的下面 我们看到就是它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供养人 前的四年的记录主要表现的就是这些供养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绘画的下方 其实有一件非常完整的 绘观音菩萨功德记 那这件功德记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尾部 绘观音菩萨功德记 在它的尾部有这么一句话 于时钱德六年 岁次勿臣五月 丙武朔十五日 丁有提记 证明这件作品作为什么时期 公元的968年 标准年款 那我们可以看到榜提两侧 其实各有两身的分身供养 那左侧的第一位呢 是慈母 敌氏一心供养 身后则为 他的儿子曹颜锐的夫人 小娘子 殷氏一心供养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提记中 都是一种莲花状的佛藩出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莲花状的佛藩榜题 上有藩顶 下有莲花藩角 这跟我们敦煌出土的佛藩 样式一致 所以我们之前都认为 佛藩更多的是出现在法会之上 形成一种佛法藩的样式 现在看来不止于此 在当时的供养佛藩中 也出现了这种锤挂式的藩蔓 那这种锤挂式的藩蔓 更多的表现的就是什么 供养人的形象 以及他的地位的一些榜题 那比如我们现在看到了 慈母 娘子 然后这里还有小娘子 殷氏的这两型 其实都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穿的都是五代时期 开始流行的大袖大衣 诸子类语中 曾经记载中的一种大型长袍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长袍 也就是我们在三花侍女图中 最常见的那个形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相当于 其实相当于夫人 以及皇后的法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他的上衣 下商的制度上 他是一个什么悬衣勋商 跟我们帝王的免服制是一样的 黑色的外套 红色的大裙 而且上面绣满了什么 凤凰的形态 大家看到了吗 周身都是那个凤凰的形怒 那我们看到这里非常的明显 水取凤凰的形怒 证明它是什么 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女性的那种免服的样式 但是它是一个地区政权 所以不能称之它为一个 滚免的这么一个形态 而它所带的 大家可以看这种多层的珠串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头上是什么 典型的万唐女色的那种爆面大忌 两侧有非常巨大的麦穗型的鸦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鸭柄 鸭柄之上这些都是布瑶 布瑶上面这个是我们说唐代 女子经常带着什么 书壁 金结 你知道我们所说的那种壁子 全部带一圈 而最上面是它属于西夏时期的典型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一种团缝式的大簪 所以这种女性形象其实非常典型 那这两身形象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其实还有两身 右侧第一身 大家可以看一个是一个直立型 双手合十的这么一位女官 其实这一身是当时的龟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之女 阎乃的这么一幅肖像 所以它有一个提及 女小娘子 阎乃一心供养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 非常非常的不清楚了 而它后面出现的则是 节度行军司马 金子光位大夫 简教司空 兼御史大夫 上驻国曹元锐公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曹元锐本人的肖像 大家可以看到五代时期到北宋时期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种蓝袍或者缺枯袍的形式 那这一个上面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斩角葡萄向上的样式 而他手中也执了一个什么取柄香炉 而且是一个窄袖的形象 跟我们宋代的帝王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这件绘画呀 跟我们一会儿要介绍的几件敦皇藏金栋的绘画中 我们现在认为 其实最好的两件都在美国的弗利尔艺术馆 那这两件作品其实是在藏金栋发现不久 有当时的王道士送给敦皇宪令汪宗汉的两件作品 那这两件作品呢 在汪宗汉1904年的时候 也就送给了当时的甘肃学台 著名的军事学家叶昌志 事后呢 其实我们去查阅叶昌志的这个 《原都卢日记》中的时候 曾经讲到过这件事 后来这两件作品就卷到了福州的梁氏手中 再经由无星的蒋汝藻之手流落到日本 纽约最后被弗利尔艺术馆购买了 1919年的时候 王国为曾经在蒋世编的图书目录中 见到过这件作品 当时的名字叫什么 曹夫人会观音菩萨像 叫这个名字 在福利尔的编号来看呢 这件作品应该是差不多在1930年的时候买入 所以它是 这两件作品 这是一个它整个从国内流散到海外的这么一段经历 所以当时的确是王道士 其实他本人是非常的虔诚的 所以他选了两件最好的给了当时的县令汪宗汉 其实他的原意也是希望在敦煌修建寺庙 来翻修寺庙 所以做了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 这件从来不展 但是非常有名 被我们称为敦煌所有作品中最为完美的一件 也被当时认为是国内现存最好的一张敦煌石式的发掘品 川西委员会交由国家文物局调拨给故宫博物院的白衣观音像 这件作品应该差不多在五代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幅典型的 我们常见的白衣观音的样式 但是由于它在五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中间有很多剪金的部分 就是用了大量的黄金 那大家就知道在北宋初期 官方已经官布禁令禁止在绘画中用黄金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能够见到最为繁复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的确也不怎么展出了 它的大小也不大 一个斗方的形式 宽度达到了52公分 那它的高度其实差不多在55公分左右 整件作品其实画的一个是向右面对我们的白衣观音 是一个右书座的形式 坐在这个巨大的莲花台座的 我们其实现在看来是一个方形的虚拟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手向下移着它的水晶面珠 而另一手在手中直的就是什么羊柳枝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位观音的头顶出现的 依旧是由什么 宝珠组成的巨大的宝盖 而另一侧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天下降而来的则是什么 一个是散发的童子 另外一个是象征着我们所说的坚固不可摧的金刚柱 十字胶柱的形象 这里面可出现的是十字胶柱的形象 它有密宗的色彩在 而在他面前胡贵的这位供养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白袍 清官 手中所指的是什么 取景香炉 非常典型的一个胡贵的这么一个浮散的供养像 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背后原来应该还有供养人形象 但是供养人形象现在消失了 只留在一个什么掌扇童子 一个掌扇的小童子 而且手中抱的什么鸡子方物 这个非常非常的典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双画的构成是我们现存国内最好的宗皇绘画的 这么一个样式 在它前头还出现了大散花状的这个大花盘 一会我们能看到这个细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竹顶 这张画也是我后来选为我们这一期作品封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形象 它讲了中国绘画的两点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仔细看一下菩萨的面容 这个菩萨的面容中 菩萨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描红的技法 它有两层 我们可以看到它底层其实先用了一层墨色 在墨色上面用了一层蛛丝 来表现的是什么 中国绘画中人物的身与影 来表现出人物动感的影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尊菩萨像中就出现了这些形迹 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光 由内至外是青蓝色 红色 属红 以及最外色是一层我们叫做果绿的颜色 或者说现在人叫做草绿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其实是在唐代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色彩 黄绿色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菩萨上面的画佛宝观 它的观上其实也用了非常多黄绿色的色彩 包括它的眉毛 其实也画的是红装脆眉 表现的是绿眉的样式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它手中所值的那只羊柳枝 也是这种黄绿色的样式 另一个手中提的是镜瓶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镜瓶 其实非常的漂亮 那整幅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的这位白衣观音 顶披白纱 内有高官 那周身是满阴落呢 内则有红色的森纸织 外侧穿的则是白色上面装金的填像袈裟 每一粒每一粒的金疙瘩 都是用金箔贴上去的结金 或者我们叫做剪金技法 削金技法 那这种技法其实非常的难得 只有在五代时期流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容非常丰满 脖子柱已经成为这种三折台的样式 那这种样式其实都受了非常多的唐太菩萨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种幼书座 其实是一个游戏座类似的坐姿 那这样的坐姿也是符合一个早期白衣和水月观音典型的形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观音的一侧出现了胡贵在方路上的这个男子的形迹 这个形态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菩萨 那这个里面我们能看到菩萨的头观也好 以及它的面容也好 表现得非常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颈部的三折台的这个位置 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在墨线上引了一层淡淡的白粉 这也是北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制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脖颈的这个脖串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多色的彩珠 琉璃珠形成了这种珠节 那在珠节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菩萨巨大的耳朵上 两侧的耳当是以金节的形式出现的 那这些形象都证明它应该是有五代向北宋变化的这么一种构图 那这种构图呢 形成了这种菩萨眉眼低垂 向下风落的行景 显得菩萨非常的甜美及可爱 那我们再看到它的脚的部分 其实这是整部绘画最精彩的一部分 基本上属于一个右书座的一个典型代表 我们看到它的整个的右脚 其实成了一个半甲座的姿态 左脚其实踏着底下的一颗漂亮的红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左手了吗 左手的地方其实有绿色和水晶 有绿宝石和水晶串出来的一串串珠 在串珠的外头有什么 金条落看到没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镯 金镯下面它的直顶处 轻轻勾着一个琉璃的小精品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大家经常在五代和北宋的作品中能看到琉璃的形迹 那大家现在来看一下它这身佛衣 它这身前向衣非常有意思 所有的白色的樱落袋里面出现的都是一块一块的菱形金箔 对不对 都是这些东西 全部是菱形的金箔 而在它深色的茶色的 也就是原来我们所说的翡色的樱落袋里 出现的是一只一只由金胶描绘的彩缝 这些彩缝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些彩缝原来它们都是装金的 金色全部掉了 只剩下金胶了 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些彩缝颜色没有拖变 金胶没有变化 还是金色的话 当阳光照到上面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无法想见 这就是著名的古代流行的金花纱的表现 金花纱有一类表现 就是在用黄金贴在轻薄的纱罗之上 所以表现出来这种金花纱的形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形态也非常的少 那再向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出现的 这就是刚才佑书做的另外一个 一只脚踏在莲花之上 而在我们的供养人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高台做的这么一个莲台 莲台之上出现的则是什么 青琉璃的花波 在花波里要出现的是伐喜牡丹的图形 伐喜牡丹也是在当时非常常见的这么一种形态之一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花疏形态 所表现出来的琉璃 其实表现的是清净世界 又象征着慈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密教美术中 每一种花卉 每一个小的法器 都是有它的功能和语言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定要让大家 拼死去看那个法器展的原因 因为基本上我们所说的琉璃世界中 以琉璃为作品的东西不多 那好的比如说像美国的 我们经常看到波士顿美术馆 大都会艺术馆 他们所存的那个 王振鹏的那个 以母欲佛也好 包括大都会的那一件 仿北京故宫的那一件 李公廷也好 他们中间都出现了琉璃法会 其实它表现的都是一种清净 但是其实如果你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那另外一侧 我们现在看到男性供养人 那这个男性供养人 其实它的等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供养人的形态是投胎骨头 跪在这个方殿之上的 它这个衣服其实是我们唐代非常流行的 淡鹅黄色 所以证明这件淡鹅黄色的衣服的 这个人物应该是当时敦煌 我们说曹氏政权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供养人吧 只能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榜题 不能确认他的完整身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面部绘制的非常的清净 整个面部表现出来的人物 都是一种自然祥和的状态 他双手其实是直着 北宋时期流行的抄手礼 抄手礼中再插了一只 我们今天所看到这种长尾香炉的形态 所以是一种非常恭敬的 北宋初期的人物构图 所以说五代到北宋时期 那种囚禁式的法相 开始慢慢的像这种 孱弱的线条式的描绘来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后头的那一身小童子的形态 其实跟我们说 晚唐敦煌藏经栋出土的绘画的形迹 非常相似 两个鸭记 然后身穿一身黑色的小圆领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期 民间的民俗绘画 其实表现出来的形态 包括他的整个的构图感 是非常完整的 证明他们在之前 有非常好的唐代组本能够运用 才能够画出如此精彩精密的线条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 天空中从天而降的散花童子 那我们基本上所看到 唐代的散花童子 或者散花的这些 我们所说的飞天 他们的形态 基本上都是一种向下疏落的飘飞状 而像这种在采云上打滚的形态 其实是非常民俗式的一种表达 那这种表达更多的表现呢 也是小型纪中的 我们所说的一些密教色彩之外的一些民俗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宋代是一个童子非常多的时代 而在宋代童子的表达上 这幅绘画显然运用的非常的灵活 尖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童子非常的胖 它周身其实都是 都是我们所说的显装的 其实是裸体的形态 只是穿了一个小的独皮裤 还有一双红色的小靴子 而这红色的小靴子 其实也来自于我们所说的西域的特点 其实它是一个软靴式的构成 手中拿着一个我们叫做什么金花笼 那个东西叫做花笼或者花盘 正方便到现在还有这个金花笼或者花盘 所以我们说白衣观音气 其实是观音菩萨 诸多变相之中最为经典的一个样貌 它不仅象征的是纯净洁白 也象征了一颗菩提之心 是观音胸怀菩提的一种表达 所以我们说这种身着白衣坐在连台之上 一手持莲花 一手持静平的形态 基本上是我们念诵 一切陀罗尼经中所表现的白衣观音应有的这么一种图像 所以这个图像不仅在敦煌藏经洞特别流行 在之后的中国绘画中也一直被运用 一直流转到今天 我们依旧信仰的是白衣观音 它是非常汉地的一种书数 那我们看到这个观音说它有密教性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十字胶储 十字胶储也是一种昔来的形象出现的 大家看见没有 它从西天的彩云中缓缓下降 生出了莲花的台座 莲花台座上供养的竟然是一个十字胶储的形象 那它表现的什么金刚不可移动的那种密宗的教法 所以依旧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白衣观音不仅运用在显宗中 也在密宗中 或者说在敦煌这个地区 显密的交融已经没有什么界限了 那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了 这一幅是有典型的出土地点的江西甘州慈云斯塔出的 我国现在保存出土最好的一幅白衣观音像 而且这是指本的 北宋早期的指本啊 非常非常的珍贵 大家来先熟悉一下它的色彩 这个是原色 出土的原色 我们北宋出的绘画是这个颜色 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鼠红色都跟橘黄一样 就荧光黄一样的色彩 这个是它的影响 这个赶州慈云斯塔 其实是建于北宋仁增的天圣元年 也就是宫年的1023年的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在现在 这个塔就像一个烟筒一样保存在那 只剩下一个塔心 这就表明了这座塔一直没有打开过 包括塔心也没有打开过 清光绪啊 1906年之后 这个塔就没有人再上去过了 直到2004年赶州修复的时候 在第二层的阎廊发现了一个密刊 把那个密刊打开 里面都是佛教的绘画 也是我们建国之后 科学出土的最大的一批北宋佛教遗物 这批遗物包括什么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画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经卷 再有是什么 慈的佛像 穆古尼胎的佛像和建筑彩画 这五类构成了它的构成 上千件残片 但是它出土的时候状态不好 这是修复之后的 甘州慈云斯塔的白衣观音 那这件文物的下线就是 北宋的天圣元年 公元的1023年 所以这是一幅北宋中期的 典型的白衣观音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件白衣观音 跟刚才那件白衣观音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西来将云 西方的彩云迎送着它们 缓缓地下降到人间的 这么一个途径 发现了吗 而且这幅白衣观音 与刚才那幅白衣观音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 都是晚唐系统的族属 它们都长了一张 晚唐那种风云的女性的面貌 都是大白衣高官的形式 头上都有剑带和什么滑盖 一侧都有什么佛藩式的榜题 而且有意思的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后面有三层彩带 发现了吗 彩带上都有祥云 那表现的是什么 那是从天宫下降的 刀立天的形状 这种形象 彩带式的表现天宫的情景 出现在哪 敦煌藏经洞 至圣光佛 内上都是最典型的这个形态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依旧是这个形态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白衣观音是站在 这个西来的五色祥云之上 对不对 祥云之上有一个莲花座台 它站在上面 穿的是什么 典型的五代女子的大秀 大秀儒裙 就是三花是女的那个样式 手中虽然没有植莲花 但是它植另外一个东西 串珠 水晶串珠 白水晶的念珠 看到没有 在他的手中出现了 而且在他的下侧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两个很有意思的 左侧 我们能够看到 是什么 一个小的童子 他头上举着什么花盘 对不对 跟刚才我们从天上下降 那个童子捧着花盘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碎了 右侧这个童子 有意思了 他手中拿着 是一束莲花 原来在我们说 菩萨的手中出现的莲花 现在变到童子的手上去了 所以这是这件作品 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而且是原色 我们想一想 一千年前的色彩 跟我们就差两年了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能想象吗 这一千年前的色彩 纸本上的原始色彩 我们现在看到的颂画 经历了历代装表之后 没有这样的色彩了 我们现在都是灰暗的 人家原始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另外一幅 也是赣州斯文斯塔 这是一件国宝级的作品 这件真厉害 一会儿要去给大家看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 这依旧是一个小童子 供奉了一个漂亮的 我们所说的游戏作 于连台之上的 这么一位菩萨像 应该是一位百易观音 但是他精密就精密 在这个观音的身上了 可惜的是这件作品 观音的面部已经不存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北宋中期的出土的作品 面部已经消失 但是它漂亮的是 它的天衣 大家仔细看一下 在它天衣的外层 全部是这种 由珍珠结成的阴落 一层一层的 网状的阴落 法衣垂天而降 里面出现的是什么 装金的宝珠 看到没有 身上所有的阴落带 都是以宝珠的形象出现 而且在它的僧侄之上 还出现了什么 白色的四半花壳 中间出现的是 一对对凤旋转的样式 那这种样式 我们只是在日本的绘画中 看到过 日本所藏的 我们说的清凉寺的 罗汉图中 我们见到这种秘书 现在想一想 那一套清凉寺 的确也是北宋时期的 但是这一套比那套还早 为什么大家看到 它手上的阴落 手上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手镯 这个手镯是金色的珠子 一颗一颗榨成的 在金珠的外侧是什么 青色和红色的宝珠 而且它那个宝珠 大家看到 一颗一颗珠子是有高光的 证明那是什么 那是火彩的火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 玛瑙珠 或者说是青石珠 青玉珠 所形成的这么一层珠落 而且包括大家看到 它的壁串上 全部是装金的彩落 非常的漂亮 这一幅画像 奇美 所以我们通过 这些画像的图像 我们能看到 北宋时期的菩萨画像 已经能精密到这个程度 这张是特别为大家选的 大家首先可以看到 这张画像中 我们现在看到 它的虚迷座上出现的 这种花卉 非常的红润 陡峭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书座的一只脚 踏在那个红帘之上 绽放的红帘 重要的就是 从它的膝盖处 一直轻垂的 我们说这个衣脉 这个衣角 大家可以看到 网络状的 轻垂度非常好 一直垂到这个 虚迷座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形象的形态 在中国的 传世和初组绘画流 从来没有过 赣州这回重要的 就是出了这样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色彩也好 它的构成也好 它的图像也好 以及它的内容 完远地超出了 我们对宋代佛教的认识 甚至这个稿子 第一遍苏白先生看的时候 苏白先生自己都说 我看不懂 真的就是看不懂 没见过我的形态 那包括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身的这个童子 非常漂亮 手里竹的是什么 白瓷的我们说水柱子 点茶用的茶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流非常的长 大家看到没有 而且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批 我们所说的那个批薄 批薄上就是一颗一颗 菱形的金箔 所以这是典型的 北宋早期的样式 依旧小朋友是一个 裸体的状态 只穿了一个小的独鼻裤 底下穿了一双红色的软靴子 那这种形态中层层蕴染 表现出来的是北宋 纸本绘画 曾经拥有的这么一种特性 所以它是一种浓艳的深沉的色彩 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要看到是敦煌 藏经栋另外一件被弗利尔 买走的作品 地藏菩萨像 那这件地藏菩萨像 也是北宋时期 公元11世纪的一件重要作品 高度106.6公分 宽度都是在58公分到60公分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在北宋时期 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栋的绘画 它的尺幅也就在55到65之间 因为它的圈就能知道那么宽 而它的长度也差不多达到了一米多 为什么都是这个宽度 这是禅定栋最小的宽度 就是这么大 所以它符合一个典型的枯坎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些供阳 有可能会当时会不会除了卷轴之外 会不会也是在枯内展示的 现在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件作品 其实看到了很多我们刚才典型的样式 首先我们说到了 北宋时期是一个地藏菩萨 像观音菩萨转变 或者说他们并行的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藏菩萨 其实是一个头戴风貌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也被听为什么风貌地藏 那一肘托着是明珠 另一手则是半甲座的形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两侧出现的 一侧是道明和尚 另一侧则立着是一个天王的形象 那这个道明和尚 其实在的脚下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那个金狮子 金毛狮子的形象 那个金毛狮子非常可爱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有榜提的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榜提 在将军的那一侧 提的叫武道将军 而道明和尚旁边的榜提 提的就是道明和尚 那我们说这个金桥爵 在抵达九华山的时候 曾经遇到当地的地主 敏公摘百僧 那敏公就请金条学 补足了一百只数 那打斋之后呢 金桥爵向敏公请求 我要一件袈裟 就地修行 那敏公想呢 就是一块袈裟就应允了 没想到地藏王向空中 抛起这块袈裟的时候 覆盖了整整九座山头 那敏公呢 素来是善心念佛的 也依然不悔改 就捐出了整座九华山 作为了地藏菩萨的一个行道场 也因此所以说我们说 地藏菩萨其实就被敏公之家供养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地藏菩萨的这个化身 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 那个金桥爵的形象的化身 那敏公父子呢 一个就是他父亲就变成了 现在的五道将军 而他的儿子因为当时已经是佛了 所以就成了道明和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父子俩是僧俗相立的 出现在整个画面的两侧 看到没有 俗与僧相立 表现的是两界对地藏菩萨信仰的纯真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象 这是变成五代北宋时期的 我们所说的天王的形态 那头戴的是一个什么 凤翅东谋 这个凤翅东谋的两侧的双耳 一侧表现的是金甲 另一侧是他翻开里面的什么 五色彩光 所以这个五色彩光指的就是什么 彩慢 就是他的内心是彩慢的 而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典型的中甲质 穿着一个袖间衣 而且上面还有什么护博甲 护博甲的内侧 看着还有白色 我们叫做暴度 而他的手中所值的就是 长长的我们所说的那个 伐几和伐枪 而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宝增带 是由他的那个阴落下侧 一直向上飘飞的形态 非常的漂亮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 帽季季节的帽带是一样的 而且人家有领心 人家领心还是粉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 经典至极 这个谁都没有想到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细节 为什么我们说 刚才跟盖州群寺的作品 非常相似 大家看到这些菱形花纹了吗 填像衣之内出现的 这些菱形的 全部是简成的菱形金箔块贴成 贴成的三磅和四磅小花 而中间表现的则是 破色袈裟中的百纳袈裟 这一个一个白色的点点 是什么东西 白色的点点全部都是 穿线痕 千层底那种百纳的形象 而中间表现的是 佛家讲了 智者的袈裟应该是 以破色为主 不以正色 尖色为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都是表现破色的形态 而且它依旧是 以一个半夹座的形象出现 与观音的形态非常一致 而且是坐在什么 镂空的碟石之上的 碟石油水 基本上是五代北宋时期 我们看到菩萨像 以及罗汉像中 最典型的形态 这是它脚下的小监视师 非常可爱 圆圆的 旁边其实站的 就是道明和尚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做的这块石头 其实就典型的 北太石的那种 露透的质感 表现得非常的形略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在其中有很多的村法 重要的是 在它的脱铝森底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长裙 整个它的长裙的下侧 都出现这种 燕尾形的搭摆 那这种搭摆 其实是匹基的一种表现 五代时候流行的 到北宋时期 依然流行的森装置 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跟大家说 这种东西出土 我基本上都是辽清地区的 而且是所秀的 特别多节 大家再看一下 它背后 所出现的花卉 长长的向上生长的芭蕉 以及丛竹 还有就是一些宝花 那这都象征了什么 佛法的清静无为 也象征了此地 因受佛法而出现的圆满巨组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整幅画作都表现出来了 这样一种形略 而且除了它的上册 最漂亮其实是它下册 这幅画作中最有名的 就是主相 榜提 右侧出现的这个女供养人 以及二侍从 榜提指的是什么呢 故大朝大于田金玉国 天公主李氏供养 那这位李氏指的 就是于田国王之女 后来嫁给了 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 那据榜提呢 这一时期 她已经天公主了 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件娟画 其实是在她的忌日诗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地藏菩萨掌管的是地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幅画像中 公主的形象被画得非常的圆满 而且她的形象应该是 按照她生前的玉绒 所装画的 所以现在是我们能够见到的 天公主的形态中 非常典型的一幅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形态其实非常的圆满 她周身穿的是火红色的大袍 以及我们所说的 大袖大衣 以及大袖如裙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她的珠穿外头 带了这一圈青色的 非常漂亮的一串珠穿 头上的两侧 不仅有豹面大击上 出现的布摇 金花式的布摇 头上还玄力采缝 一手执红莲 另一手执香炉 虔诚而慈悲的镜线 地藏 而在她的一侧 出现了她的本尊 出现在谁 这一位出现在 我们刚才所说的 李氏大公主的另外一侧 这是金刚萨朵 那金刚萨朵 又名执金刚 或者持金刚 萨朵其实是什么 勇猛和异士的代表 那金刚萨朵 也是坚持不坏的 菩提心的代表 那密教系统呢 基本上是由大日如来 传给金刚萨朵 再由金刚萨朵 劫永传经 密圣 后来 灭了七八百年之后 由龙猛菩萨 再次开灭 即圣 所以我们可以说 金刚萨朵 被称为大日如来之外的 第二法族 那这是在密宗的信仰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金刚萨朵 非常的美 头上有一个非常高的高官 两侧贝洛宝音带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宝官的那件水月观音的形态非常一致 唯独不同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手执的是金刚柱 另一手执的是象征空性的金刚灵 金刚柱我们上回说过了 金刚柱是什么 金刚柱是佛教没有传入使其古印度的武器 他本身就有部位的功能 而金刚灵象征了空性与智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金刚柱和金刚灵的这一对法器也出现在这里 那金刚萨朵原来其实是我们所说 大日如来的圈内诸金刚之首 那大日经呢也称为金刚守 后者秘密守 他居于金刚法界宫 在整个金刚曼陀罗之中呢 他则是三十七尊之一 那又是李去慧的主尊 甚至他在开藏界的曼陀罗之中 也是金刚部院 大治金刚部的主尊 所以他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所以金刚萨朵具有消灭一切罪孽的唯一主尊 他既是忏悔 也是解怨的主尊之一 所以出现在这幅法像上 显得如来得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幅作品中 出现了密教的观音的形态 所以我们不仅刚才在上面出现了 地藏屠萨的形态 还出现了金刚萨朵的形态 那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 本次最重要的作品 台北姑公的 旷世明保 宋人化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因为这件作品太美了 所以我们甚至这回的 那个海报都选用了这一件 因为的确是这个不看原作 无法理解 高度176.2公分 宽度是79.2公分 等身大小 比等身小一点 差不多有一米二左右 非常非常大的一件 捐本作品 南宋 这件作品应该是南宋 不应该是北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观音 与常见的一头两手的 显教观音不同 它的头顶上 一共有26个菩萨头和一个佛头 一共组成了 七十应该是三十一面 只不过它背后的五面 没有被画出来 有一千只手 每个手掌之中 都开了一只天眼 然后不仅开天眼 被称为千手千眼 而这个图像也是 显教大圆满图景中 最美的观音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非常漂亮 它的一千只手 完完全全的 像一个周形的光轮一样 出现在悬天碧海之间 下面有海水 上面有悬天 非常非常的漂亮 整幅画像都在表现一尊 南向的三十一面观音 所能够展现出来的 千手具足的圆满姿态 那包括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天象 它的上方其实出现的是 云间十佛 以及主尊 主尊我们所说的 释迦佛的这么一个形态 在万寝碧波之中 出现的是这样的形态 两侧聚云法会 十方法相 向一侧拱云而出 那这个图景 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受汉传佛教影响的密宗形式 在东密的形象中 这个图景也是十方来朝的景象 那下侧我们就要看到 它的诸天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一侧出现的是青龙 又一侧出现的是青鸾 在这一千只手上 不仅有我们所看到的 释迦佛 无量光佛的形态 还有十方诸佛的形态 还有什么 日天月天 嘎巴拉丸 法罗 还有是法界珍珠 整个的黄道十二宫 以及法福诸相的形态 由于太多了 所以大家今天只能看一个特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一千只手 每一只手都不对称 厉害就厉害在这 我们所有北宋的作品 其实都是什么 两只手对称 因为一个画本好画 一直翻转着向下 人就不 这边向上 这边向下 然后这边开始 一手一边开始勾 一千只手的形态 全部不一致 而且这一千只手的形态中 每一只手的直挺 和它中间的天眼 都被描绘得非常的真实 这是这件作品最难的部分 而再往下看 我们来看这三十一面 三十一面曲法剧足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其实是画佛宝观 而且它现微称相 发现了没有 它中间开了 像师佛借了那只天眼 开了三眼 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件 牵手牵眼观音 依旧是什么 南相 红装脆眉 翠绿色的眉毛 还有什么 翠绿色的胡须 大家可以看主尊 而是主尊的样貌 双目低垂 双手和实 非常的虔诚而清静 极其艳眉 这件画作真的是 又清静又艳眉 简直是神作一件 大家可以看到 周围出现了 象征它 是观音菩萨的两界 大家看到 它的两手所值的是什么 两个镜瓶看见了吗 两个琉璃镜瓶 每个琉璃镜瓶里面 都出现了什么 杨柳枝 都有 两个琉璃镜瓶 法古 法中 日月 这个是金刚灵 轮的形态 那包括这里是什么 雨扇 这个是波 那这个有意思了 这个是由孔雀灵字 组成的一个法扇 那这边是主尾 主尾下册 这是什么 金刚法纳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 慈悲 这是经书 看到没有 这是经书 还出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些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菩萨 其实嘴岛 却有虚姿的 它不仅有虚姿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画佛宝观的正中央 其实是以佛像出身的 我们可以看到 蓝色的前发 垂肩密地 五官秀美 身材则非常的 婀娜多姿 那基本上是一个 男相的面貌 则表现了一种 女相细腻的精神 那这一千只眼呢 各具一足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或持丑印 或持法物 那三十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那五面之外 剩下都展现在 我们面前 一共有二十六个 菩萨面 和一个佛面的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上面是一个佛面 底下都是菩萨的行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一尖之手 其实表现的是什么 正等正觉 修正缘同无上之道 那这之上 我们可以看见 多手多臂 其实来自于密教 基本上我们能够看到 这种形象 都是唐高祖时期 开始传入中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每一只手各有一眼 有千眼 能够辨识众生 又以千手呢 随时救护众生 他充分的表现的是什么 观音菩萨的那种 悲悯与情怀之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作品 其实完美完美 在这个位置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他双手和时的形象 以及他下色 拖着那个 摩尼宝 然后上面有一颗 巨大的宝珠散落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他的这些法器 具有部位的功能 或者说具有生杀的权力 但是他本人 以及他的首相 象征的都是一种悲悯与 慈悲之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种关怀之心 象征的莲花布的慈悲 这是菩萨最典型的一个赖拓 那我们看到他的脚下 其实他是站立在一个 七宝莲台之上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七宝莲台 层层的莲花状啊 这个莲花的花瓣 都像宝像聚光一样 向内聚集 而在这七宝莲台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莲像上长满了五色宝花 都是宝珠 看到没有 有四界天王 背负的这座莲台 缓缓地从云中升起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两边出现的则是什么 室内菩萨 而且下侧还出现了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则是 双手合十的形象 跪向观音视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幅画像都是非常虔诚 由海水和天物所描绘出来的 这种具象形态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形态 其实影响了 传播到日本的南宋佛教画 也就我们所说的 四名宁波画派的 整个作品流程 所以我们认为 这幅天手天眼观音 是我们南宋 中国佛像画中 尤其是尊圣画像系统中的 代表作词 那下面要看的是 这一时期 另外一位流行的作品 就是贾世古 那大家都知道 贾世古是原来是汴京人 宋高宗绍兴时期 为画院底侯 他本身善化的是世道人物 他其实就是学李公林 那一派白苗技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夏文燕在图绘宝剑中 曾经为其白苗人物 颇得嫌疑自在之状 长作归去来图 笔法古雅 捐素金骨 书可爱玩 以为龙眠翻出 送捐中不得意者 可见他的作品 其实非常典型 而且他是谁 他是梁凯的老师 所以他的作品中 其实影响梁凯到前期 非常 当然梁凯是有出蓝之欲的 一个人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件 小石谷的这件大势像 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个大势像 这个摩赫萨朵的形象 其实我们经常在密教中常见 但是在显教中不常见 这是一个严间大势的图结 我们可以看到 整幅画像中 菩萨的形态 是非常雍然自得的 而且以指地 墨运形态为之 倚靠在岩石之上 手中的镜瓶 撒下来那朵 就成了什么 莲花甘露 形成的一朵 清莲之花 那观音的轮廓与五官 都是以非常细径的笔落 勾出来的 尤其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罗法 勾得非常的细径 非常的漂亮 整体均匀细致 那衣文则是以粗粗的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钉头鼠尾的形之苗之 大家想一想 下集我们要讲梁凯 梁凯第一个要讲 他就是无比壮硕的 那个第一神作 出山世家 出山世家那时候 他还不是哲鲁苗呢 就是这种钉头鼠尾 完全正跟这幅作品一样 那这件作品呢 过去一直认为是 假尸骨的作品 现在也有人认为是明初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作品 其实被改动的非常大 看到这了吗 看到这条线了吗 沿着这条线往下 这一片全部是新补的 岩石的部分被补了很多 所以现在只有大事项的部分 还保留他原来的形象 我们认为 他还是有送话的典型功能的 我们来看这个细节 尤其他脸部的一侧 看到这个位置了吗 全部被抠掉了 证明这幅画 原来有一半是损毁的 那在台北故宫 有好几件作品 都是这个问题 纸本其实好一点 纸本损毁 能整个挖下来 铸本就很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保留了 南宋画像典型的 包括他垂目的那个眼神 还有就是他向一侧微飘的那个形式 都非常的典型 大家可以看到手中所持的甘露品 徐徐的向下 到法洛甘露 这完全是中国式的画法 受了我们北宋时期文人画风影响的画法 笔录像写出来的书法的笔录 非常具有中国画的韵律之美 那这是道道下面 由甘露形成的一朵青莲花 那青莲与后面的墨韵 形成了非常好的一种 跳脱式的美感 使整幅绘画有一种轻易疏结的特性 而且我们再看 他一侧的岩石 的确画的那个积墨 显得非常的轻薄 所以有些学者认为 它是明代作品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 这层积墨 因为看过原作 认为这层积墨 很有可能是后期添补上去 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要看到 观音画像中的最后一件作品 那这件作品叫做 宝像观音 台北故宫博物院 传高文静 大家听过北宋 北宋画院课程的同学 故意都要笑出声来 高文静怎么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来 大家来仔细看一下 这幅画像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类似于准题观音式的观音大事项 那这幅画的诗堂 其实有清高宗 乾隆任五年 也就是公元1762年的提拔 当时提的是新经 大家都知道高文静是五代 宋出著名的画家四川人 那他本人的公英佛道 学习的就是曹布兴和吴道子 他的画法其实是非常浓艳的 在钱德三年的时候归了宋 太宗超光义呢 也特别喜欢他 让他和广居才当时常办左右 为画院底侯 那开宝八年的时候呢 曾经在同秋相国寺的时候 内壁又高一画 而外面呢 就问命高文静和李用 以及王道真 李向坤等人来绘画 那大家都知道 他本人其实画画 其实经常画什么 降魔变相图 那他的画作 当时的黄庭坚 是这样评论的 小高代照为汉林寺院 公画之宗 所以他的笔录非常细腻 在宋代时期就出了一批 以高文静风格为主的画像 这件就是奇异 那这件作品呢 其实是牵手观音的一个变相 那大家都知道牵手观音 主要就是救苦难众生相 那普适众人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 这时期出现的是 女像的形式居多 而且这个女像呢 并没有画出一千只手 而来画出的 其实是一个多手的观音相 那这件宝像观音呢 分别持了小斧 莲花 日蕴 弓箭 以及宝法等 那头上呢 则是祥云飘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香花飞扬的形象 其实能衬托他的立体感 那现在有一批学者认为 这幅造像的功能 以及形态 其实非常像明代时期 流行的什么 准提观音 准提佛母像 那我们的确知道 明早期开始流行的 准提佛母像 里有那个十八手的形象 其实表现的是 观音的十八手变相 那这件作品 显然比观音的十八手变相的 体材要圆满 要多得多 但是它又不像是 我们常见的一种观音形态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像宋代 像明代转变之中的一个过渡体 我们现在姑且把它看成是南纵作品 因为这件作品的确讲得清楚 但是它所保留出来的 就是说千首观音变相图 像后期十八手的那种 准提观音变相图的形态的 形略表达上 却是非常丰满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依旧认为 它是南纵作品 大家看一下 这其实中间取了八位 一共用十位 这是什么 十方佛 这十方佛的形象 其实从天宫法相出现的 这个应该出现在哪 比较多 我们常见的就是 阿弥陀变相图中比较常见 弥勒上圣经和弥勒下圣经中 非常常见这个图形 尤其我们在讲到四名佛派的时候 这个十方佛从两侧 徐徐下降的这个情景 其实非常流行 那这个情景出现 基本上是立定 它为南纵作品的一个标志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图景 我们之后还是会讲到这件事 那之后我们就要讲到 我们这一期最完美的地方 就是要讲罗汉话了 那罗汉又称阿罗汉是小乘佛教中 透过修情所获的最高果位 那大乘佛教认为 罗汉境界已经断了三界的烦恼 灭除了见修二获 勇德解脱轮回 因此罗汉果位又称为无极果或无学果 表明它是一种到达极点的 以尽智学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我们都知道 罗汉其实不是最高的果位 由佛菩萨再到升文元决的罗汉形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形态 其实来自于印度的形式比较多 最早就是修行者的代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修行者的代表慢慢的传入中国 开始出现了很多法籍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看到罗汉画的部分 因为罗汉画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两宋佛教尊圣画像中 一个最好的一个表达形式 而且这批画像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这些罗汉画像 不管是十八罗汉 十六罗汉 五百罗汉 这些形象的出现 都是一种罗汉带有情节式的表达 每一个罗汉画 因为它的因缘故事都有情节 所以这些情节是 也是我们了解整个宗派修行 以及内容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第一件 又是来自于江西干州 紫英斯塔出土的 《零年大圣与五方使者相》 这件作品非常重要 这件作品重要在两点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件作品是典型的 北宋时期灯画的代表作 上下具诗堂榜题 完整 而且它的诗堂榜题 及天地头都是画上去 一整幅绘画 它不止画了画心 它还画了上下的诗堂 榜题 以及上下的天地头 《五方使者拜约罗汉》的形态 那我们来通过这些形象 我们能看出来 它最典型的形式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件作品具有标准年款 《大宗祥福六年》 非常非常标准的年款 通过它的下榜题 我们可以看到 《五方使者拜业罗汉》的这个情景 成为这幅画的主信 罗汉穿的是一个田形象 以五色袈裟 高鼻深目 这种形象 苦修的罗汉像 来自于五代西蜀的 禅阅大师冠修笔下的形态 是最早期的 罗汉变形系统中的代表作 表现的是什么 西域的凡僧 上册有榜题 只有一个苏字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者 暗下的五位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所表现的 其实是东西南北中的 五方使者 是五个军官的构图 守直或有掌扇 或双手合十 重要的是 在他们的面前的地上 出现了满地的珍宝 有葫芦 宝珠 还有什么银帝 这都证明了 他们出现这个地方 是西方的一个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堂下的榜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 这个灵严大圣 他是做什么功德的呢 主要就是 提免瘟疫皇朝 张气保平安 灵严大圣是当时 北宋时期 在江西地区 非常流行的 大圣像图现之一 那这种图像呢 所表现出来的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 具有修行的罗汉的 救苦救难的 罗汉的图形 那这个手法也出现在 比如说我们在 敦煌藏经渡 97窟的北壁上 也有这样的罗汉 只不过他不是 灵严大圣 人家没有榜题 就是个罗汉形 那我们再来看 五方使者 五方使者 其实就是一个 五个 我们所说 头戴帽子的 或者说 头戴 普头的 那么五个 武士的形象 重要的是 这段榜题 给大家看一下 上师堂 巨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下师堂给我们的更多的消息 在瘟疫之影响 那平安 大中 降福六年 重要的是 三月二十九日更生 受信弟子 徐熙及其 黄三娘家 收读 在家公民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榜题式 而把 灵言大圣 这个信仰 给我们展示出来 包括它的功能 功德 它所用的仪轨 全部通过这两段保题出现了 这是北宋时期的经典直文化 除此之后 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了 这个我连提都没写 因为太有名了 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旷世民品 唐卢楞家画六尊者相 这个卢楞家的六尊者相 有多么重要呢 他们是我们研究 北宋至南宋时期 整个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 体系调整中 最关键的一套作品 也是故宫博物院公认的 极少展出的名剑之一 大家知道 从我开始研究中国画开始 这就是我最想看的一套作品 最想最想看的 2015年 故宫博物院曾经在院内 办了一个很小的展览 叫降龙湖浮现神通 罗汉画展 2015年这个罗汉画展开展的时候 这套作品没有出现在展柜之中 展现上没有 只在展期中间 他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各展了三开 一共只有六开 把这套画像展出来 这套画像一共只有六开 原来应该是有十八开的 但是这十八开画像 大家知道吗 这十八开画像在清末的时候 这十八开原来是清宫内藏啊 非常有名 清末时候太监想把这十八开画像 倒出宫 当时就把这套画像 藏在宫中的地板之下了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人们才从地板中 把这套画像挖出来 但是挖出来的时候 这十八开彩像 已经结成了厚厚的一本纸砖了 捐本砖 十八页 全部都黏在一起 只有最上面的六开 被剔除出来了 剩下的全部因为严重的霉变 毁灭了 一张不见了 只有这六开 号称为唐卢令家留存的 唯一传世作品 就是我们今天见到这 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后面的两尊画像 这六开画像 有四开表现的比较好 两开比较弱的 我们今天就拿掉了 卢令家是谁啊 卢令家生族年代啊 其实并不详 大约活跃在公元的八世纪 是长安人 跟当时著名的画家 吴道子一起学画 那宣和画谱 对他曾有这样的记载 卢令家为创作 庄严寺三门壁画 吴道子叹息曰 此子比例长时不及我 金乃香泪 狮子也惊爽尽于此矣 后来呢 卢令家画完这堂壁画之后的 一个月就担惊竭力而死 所以他活得非常短 但是他的画风 又是非常的稚密的细腻的 所以咫尺之间 能够看到山水辽阔 金辩以及佛像是 他最典型的作品 而且他画了很多壁画 那宋代的赵西湖曾经说 他见过卢令家画的十八罗画 一文 真如铁线 非礼功临死我能及 他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堂 就是我们所说的 卢令家画像中的代表作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他第一开 保留下来的第一开 这是非常大 这套侧页 这套侧页基本上都是四十多开的大小 很大很大的推棚装 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十三是 巴纳 巴西尊者 那这件尊者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身披着袈裟 双手合十 坐在一张罗汉船上 潜船之上 双目威和 神态非常的沉浸庄严 而在他的两侧出现了两个 僧俗两界人物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 首先有执掌善的侍仆 后面还有什么 藩国法王子 手里拿的是鹿顶金盒 里头装的是金书 在他的面前则出现了什么 佛 僧侣敲拨 然后弟子 供养 这么一个情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幅画像中 不仅表现是尊圣像 还表现了一些体材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细节 这个真的是好 这一套作品好在哪 画得非常的细静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罗汉船船 后面的乙批 上面全部是 大片大片的 蝉枝莲花和葡萄藤 完全是唐代人的风情 所以原来 那个六人鉴定小组 认为这件作品是难送 现在大家也在修订它 认为它应该是北宋到南宋之间 而且它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早的组本 它的组本非常早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第三尊者 巴纳巴西尊舍的田向一也好 包括大家仔细看它旁边那个 藩王子 那个形象 我跟你们说 现场看 它的眼睛是蓝色的 青蓝色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头上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骨角的造型 包括巨大的 我们所说的波纹形的虚然 这都是波斯来的形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圆领装上 袖口和领口处都出现了很多毛坯 而且红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件红色的坯上 出现了好多细径的线条 表现的其实是那种西方的运势 非常典型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装金的叠蟹带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形式 所以这幅作品真的很难得 那记载中 这个巴纳巴西尊者特别有意思 巴纳巴西尊者这个人 我们常见两种图像 一种是猿猴献果 大家想一想刘松年 刘松年那里面可能画的就是 巴纳巴西尊者 因为巴纳巴西尊者最典型的遗像 它是出现在哪儿啊 它经常出现在西叶树林里面 它在树林中修行 日本的系统中 它出现在岩间 一片岩石之中 它露一个头 然后在我们的系统中 它经常出现就是那个猿猴 向它献果子那个情景 这都是巴纳巴西尊者 最常见的途径 而今天我们这种 双手和食的情景 其实并不常出现 因为这巴纳巴西尊者 指的是什么意思 它也叫做 法纳婆斯 那法纳婆斯原来指的是雨 那它出生在一个巨大的雨夜 雨打芭蕉 产生了那种花花的作响的样子 所以它称为雨尊者 出家后修成罗汉国 因为它经常在罗汉下 那个芭蕉下出现 所以也被汉帝称为芭蕉罗汉 其实它是两套系统中 都出现的 而且大家看到它前面 这个执法波的 这个小的沙尼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典型的 南北宋之交的构图 而且对于我们很多 研究绘画 名物的人来说 这幅作品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它桌上出现的 那个展拖了吗 那是戴帽佑 旁边那个是金香菠萝籽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 宋代名物史中 要讲到的起物 非常非常的流行 而且大家在看这一张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整个四体向下驱 我们说五体下降的 这种跪拜形 其实在我们的佛像画中 并不常见 那如此典型的 像我们描绘出来一件 小沙尼跪拜的情景的后景 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很少在中国画中 能看到人的背景 尤其是以这种形态 出现的人的福敦式的背景 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 这些构图构成 而且旁边那个奴隶家境 看到那四个字了吗 那四个字典型的是南宋 南宋的写法 接近于宋代 那这一套作品呢 我们现在看来 是北宋的构图 南宋的补款 而它上面出现的印章又特别重要 它上面有出现 宣和绍兴两代印章 北宋和南宋 内府的印章 但这两方印章都有问题 而它上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内府图书一方 还有就是黄姐图书一方 它是袁文宗的姐姐 香格拉吉大掌公主的旧藏 元代内府它就进去了 所以这套作品非常的早 时代非常的早 很重要 那下面看到的是另一位尊者 第八尊者 献花尊者 嘎纳嘎巴拉尊者 那嘎纳嘎巴拉尊者 最典型的形态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 池一丈 坐云木平基 大家有点仔细去看 它那张蝉床 无比美艳 那身披的呢 都是袈裟 脚登的则是僧侣 夏合微微前倾 微手张口 双目凝视着 面前正在向他献法宝的藩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樊僧出现在这个形象 与樊王的形象 其实是非常对峙 那这一幅里最有名的 就是它这个班主彩的大花楼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叫花鸡 花鸡之上出现这个琉璃花瓶 大家可以看到 里头出现的是什么 七叶牡丹的形象 伐袭牡丹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的确是一个张口的罗汉形啊 这个罗汉形在袭法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向外喷出法阴的时候 就是一个张愁和睦的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尊罗汉 它的眼睛也是青蓝色的 都表现它是繁僧的特点 高鼻众母 而且面目幽深 这套作品精彩就精彩在脸部 特别的漂亮 面目幽深的作品 非常的美艳 那我们可以看到 前景的香花 象征着无尽的清洁 而在面前出现的罗汉呢 又是面带笑容的可喜法 那我们都知道 这五云六十真幻一瞳 兼此一拍 非彼天龙 与牧时居 茅生手足 何不简之 水简逐鹿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八尊者的福位名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后面的两位逝者 都是一番僧 配一法宝天王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番僧重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袈裟 中间形成的那种 窝圈形的窝轮 对不对 这也是典型唐代西域传来 画法变形之后的样式 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样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批的这件通奸僧袍 所出现中批法样式 其实就是 为此以僧那个时代 比较典型的西域来风格 那后面这个法宝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一身啊 特别重要 它叠有一个大寿代 是我们汉帝的大寿代 那个大寿代 跟我们说那个 伊德太子墓那个 出现大寿代 其实是一致的 包括它的法宝 官上所出现的 这个宝官代 也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届天王形 或者这些法王子啊 或者这些帝王形 其实都是这幅画像中 非常典型的样式 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这个罗汉的蝉床 漂亮吗 非常美艳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四体 全部都是什么 虚弥做的莲花 莲花向上形成铜镜 在铜镜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 层层的垂瘦 将整个残床 表现得一览无余 那在记载中呢 潘纳佛达尊者呢 他比较典型的是 古印度的论识 那这个人特别善于 谈论佛法 以及演说 而且适合辩论 在演说和辩论的时候 他经常带有笑容 所以在汉帝 我们也叫他 法喜罗汉 或喜庆罗汉 因为他经常微笑 所以非常的喜乐 那在他的另一侧 我们看到 则是福贵的 献宝的藩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藩王子有蝉头啊 那身上呢 穿着的又是一个 典型的藩式园领 所以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西域僧王的形式 而他所献上的 则是什么呢 西角 珊瑚与宝珠 还有中间一片一片的鹅石 这都是研究 我们所说的那个 植控图中 非常好的一些材料 那我们再看他后面 另外一位 这个 这个藩王 所穿着的衣服 就更为有意思 我们看 首先他是有什么 刚才我们所见到的圆领 而且有毛落头 对不对 领口 还有他的袖口 全部都是毛发 皮毛 重要的是 他头上戴的这个打和帽 这个打和帽 是典型西域的毛块 就是我们所说 后来被 那个瓦伦奎 被圆人运用的瓦伦奎 就是这种塔和帽 身上穿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条金鲜腰带 而且这腰带前头有大寿 后面有护皮 看到没有 这都是典型的汉地装容 所以大家可以看 两届装容相互有条挺 而且重要的 在线上的是什么 怪石 两宋时期开始以怪石流行 怪石在当时也成为 庭院晚赏中的典型器物 那我们尤其说在北宋时期 当时的佛 如道 三家 如道 是三家 我们说三家融合之时 他们都受到文人化的喜好 开始流行赏识风潮 所以这一时期 石也成为一针的一大品类 那除此之外 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两位罗汉 就是十六罗汉基础上 衍生出来的十八罗汉 也是这回保存的最好的两开 第十七 卡沙悠巴尊者 以及第十八 那那 那那 达密达拉尊者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所称的 降龙和浮虎罗汉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十六罗汉 像十八罗汉 变主要流行 就是在五代到北宋时期 那早期的十六罗汉 主要源起的 就是我们说 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法诸记 那这里面 十六罗汉 是释迦佛的 十六位重要弟子 他们受佛的嘱托 不入涅凡 常驻世间 受世人的供养 而广众福田 这是他们的功德 那到后来呢 我们看到 在唐代时期 又开始出现了十八罗汉 加的就是 当时的加叶尊者 和弥勒尊者 也就是降龙虎虎尊者 那这两届尊者 其实更符合 我们中原信仰中的 这种体裁 那这样的体裁呢 也在当时 颇为的常见与多见 那我们经常看到 唐代的有些注录里面 其实已经在讲到 十八尊者的形态了 其中比较典型的 就是卢龙家 他当时其实有画过 十八尊者像 而且这个十八尊者像 在记载中 北宋的苏氏 曾经为他卸了 十八件画蛋 所以这就证明 在当时的唐 至少在北宋时期 十八尊者已经 非常的流行了 那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嘎沙亚巴尊者呢 就是降龙罗汉 那当时记载中的 罗汉其实是用洪水 淹没了 那结果将佛经 藏在了他的龙宫之中 后来的降龙尊者 就是为了取回佛经 所以他降服了恶龙 因此就成为降龙尊者 那在我们这张画像中 这幅降龙尊者画的 非常非常的可爱 让大家看一下 也是青蓝色的眼睛 非常非常的 面像一种 就是卑靡之姿 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比例极其的细径 线条柔软清和 那这种形态 基本上是北宋画像的 一种典型风情 那而且我们看 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脚下的巨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件以前被他降服的恶龙 这是一点典型的 宋寥龙的姿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龙鼻向上翻口 而且他的下颚 像恶口一样 向前喷张 嘴中像火麦一样 出现这种 火龙翻身的途径 大家可以看到 在他的四肩 以及他的两腿后侧 有那个 我们所说的那个火光 火光所形成的 花麦形成了 这种四角撞龙的形态 我们现在看到 所有宋墓中 穿花形龙的图像 与这幅画像中的龙 都可以相仿佛 所以这是这个作品 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坦胸漏辱的 降龙尊者 手持着膝杖 坐在巨石之上 双目向下威眠 来看着这条 愤怒喷张的巨龙 以此来唤起巨龙的 那种慈悲 让他慢慢的平和 所以他表现的是 这个情节 表现得非常完美 那我们看到 另一侧 是手指法波 从风中飘飞而来的 尊者形象 就是他的弟子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在风中 而且面中 依旧带有一种悲悯之姿 所以正福画像中 对于他人物线条 这种轻挑感 这是高谷尤斯的一种状态 轻挑感 以及他的绘画中的 这种情态感 描写得特别好 那下面我们要看到 第十八 那那达米达拉尊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伏虎罗汉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件伏虎罗汉 是所有作品中 最靠下的一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伏虎罗汉 本身已经不清楚了 已经散逸了很多了 能够抢救回来 非常不容易 但是这个画里面 最漂亮的是那只老虎 大家来仔细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整个伏虎尊者的肩膀 以及脸部 已经淫灭的非常厉害了 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它两侧出现的这些器物 则非常的典型 那我们可以看 整幅画像中出现的 这些细节 描绘的都非常的清晰 首先我们看到 是尊者的形态 依旧是慈悲与悲悯之心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个所有的 一文描法 非常的轻密疏解 而在面部的构成上 它就有早期的 我们所说 禅乐大师所描绘的 那种悲悯的形态 苦修的形态 又有一种平和的味道 重要的是 它旁边出现在 基岸上的那些器物 陆顶的是金函 前面出现的包金内的是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折金的金书 两侧出现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出现的是斩托 后面出现了一个扣尔圆核 而且那只扣尔圆核 是那种 我们简说的花瓣形 是那种罗马风格的圆核 有意思的是 旁边出现的 那个像菠萝子一样的香楼 大家想一想 法门四出的那种三足炉 就是这个形态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一件作品 有一个非常早的组本 就是这个原因 它里面很多的器物 是介于唐颂之间的 法宝香楼 包括五代时期 我们的青瓷香楼 也有这个形态 包括大家仔细看 这只香楼 除了有兽足 狮子嘴之外 它重要的是 它有猪手 猪手是什么 是典型的薄猪 模拟宝的形象 犯着火焰的模拟宝的形象 这个都是非常早期的形态 那我们来看这只老虎 大家想念一下 这样的老虎的形象 非常的少见啊 那我们经常在宋代 看到老虎的绘画 都是那种比较 说写意式的风情 或者说斯曼式的样式 没有见过 这么具象的老虎图形 那这个老虎不仅有 长须墨允出现的巨大斑纹 上面还用一层淡淡的青丝 慢慢的撕出它的毛发来 这个风格跟我们扛见的 什么李迪李安中的作品 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难送 非常非常的难送 两宋之交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李迪是一个在北宋画院 就出现的人 一直是南宋画院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敦具的老虎 其实跟前景我们看到 那个敦具的沙米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以一个 五体投地之姿出现 表现的是对佛法的臣服 与沉静 我们所说的一种 虔诚式的信仰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构图 所以这幅作品 其实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最后 来看这个诸生法王子 这个形象 你们看着熟吗 大家想想这法官 上面长了两只巨大的灵翅 想一想我们刚才 那个赵光府的 那个藩王礼佛图 里头那个老年的藩王 也是带这样的法官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两宋时期 这样的 藩王礼佛图像的样本 其实是一个组本 它在不同的画派中 一直在传承 所以他们都运用了 这个题材 来表现了这个内容 守直着雀尾香炉 头戴的这种高音乐观 都是这种样式 所以我们说 佛教绘画研究体系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通过这些不同的形象 与内容的借贷 我们能看到很多 不同的本子 在不同时期的运用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 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一件很有名的作品 李松的罗汉像 那这件罗汉像呢 相对来说 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志 我们可以看到 李松其实是前唐人 李从训的养子 世光宁里三宗时代 那基本上都是画院代招 而且他画世道人物画非常好 台北故宫的这一件 李宗的罗汉画像 大家可以看 画得依旧非常的漂亮 现在大家看到的细节 它的一侧的 我们所说的 那个花台之上出现的 其实就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波罗子的盖炉 但是它是一个持杖的形象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持杖形象 跟刚才我们的 第八尊者形象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我们可以看 这个罗汉指老虚 虚发近白 双目有神 而手指竹杖的样子 其实非常的典型 那船长之上的 我们又能看到 二世者的形态 一粘香一背花 就是表现的是什么 佛中的香花供养 所以我们来看 它的细节 它的面部 其实是这幅画像 最好的部分 东京国立博物馆 有一件名为 原来认为是 北宋菜山 现在认为是 南宋道园的 这么一件 罗汉画像 也是这个风景 没有台北故宫 这件保存的这么好 所以这件 还是比较古老的样式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那种罗汉的 苦修的样子 包括他竹杖的 这种班竹采的画法 其实都非常具象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佛衣上的 百纳的那种纳痕 真迹都表现得 非常的有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底下出现的 适者拈花的图景 已如涅槃之后 静续拈花的图景 那这都证明 它是一件佳作 它能表现出来 这样的随时罗汉 捏香捏花的图景 香花供养的样式 也都表现了 它圆满与满馈的样貌 台北故宫 另外一件 宋匿名罗汉画像 这件罗汉画像 其实有神光所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花园一角 出现在蚕床之上 夹服作的 这么一位罗汉 一手持镜瓶 放出红光 遗龙千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光 另一侧出现的是 夸击采曼 前面还有什么 列代符法王供养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非常漂亮 这都是南宋时期典型 受南宋画院影响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件蚕床 非常的深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乙批是典型的 送带什么 双凤穿花 非常非常典型的 双凤穿花的乙批 在它的前景呢 花台上 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尊 出现了一尊金山的盘龙香炉 还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琉璃尊 这个琉璃波里面装的就是伐习木材 后面则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法王了吗 这个藩王子 他手中指着这个鹿顶方和 向外发着火光 证明里面是一个什么 模拟宝珠 散发着火光的宝珠出现在其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形态其实非常巨小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巨灵上全部都是蝉织 西藩莲 红白两色 而它手中指的是个琉璃镜品 出现那个红光 神光向上 那这个系统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法王子的这件衣服啊 首先这是一个藩王 手中指的是一个模拟宝珠 对不对 一个鹿顶凯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 它周身所穿着的 都是辽代当时流行的小团龙景 非常非常典型的构图 所以这一定是南宋画院的作品 只有南宋画院能达到这个高度 包括它手中 大家可以看到 花架上出现那盘捧花 跟李松的花篮图非常的紧实 一定是画院画家的作品 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非常难 包括大家可以看 它这红光向上 后面出现这什么香柳 这个香柳的画法是李迪时代开始流行的 到光宗时期特别流行 这种双鞋半式的香柳 大家可以看都是钩边 每一颗叶子都是钩 通过这些满叶来塑造什么风吹 它的一种动感 一种气韵之美 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那我们最后要看到一件作品 是现存日本和美国的五百罗汉图 来自于周记长与林廷贵 唐天佑八年中元节时期 宁波的东前湖青山顶 曾有十六罗汉显现 那同时期呢 就开始流行的就是天台 十凉的五百罗汉显现传说 那这个传说直到南宋时期的 易少住持惠安禅院时 他邀请了当时著名的画家 周记长和林廷贵 一起画了一百轴作品 每轴上有五件罗汉 合称五百罗汉图 这一套作品整整画了十年 最初被供养在惠安禅院之内 后来在由浙江佛教 从舍离信仰传入罗汉信仰的系统中 他成为了代表作 那后来呢 日本东渡的僧人 在天同寺求法时 曾经诚心感动了易少 易少就以大千世界佛日同归为止 将百伏五百罗汉图赐予了日本僧人 这样这一套五百罗汉图 才被保存在镰仓的寿福寺 后来转入了乡根的早云寺 直到1590年最后被京都的封国寺 转藏了奈良的大德寺 也就成为著名的大德寺五百罗汉图 那这图中呢 其实曾经遗失了六幅作品 后来日本僧人木村德映 在1638年将这六幅作品补齐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尊天台十两罗汉图 是五百罗汉图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他讲的就是天台十两罗汉画线的这个过程 而且这件作品是后来以十幅作品之价 被卖到美国之后保存在波士顿美术馆的一件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百罗汉图 应该是整个世界上现存组画 内容最多 数量最丰满 罗汉情节最多样的这么一套作品 但是我们看过原作之后发现 这五百罗汉图的画法 手笔 构成 都参差 非常不幸的是前年日本ICON那一次 京都大展上 展的是最不好的几件 对这五百罗汉图的这件作品 相对来说波士顿的这几件作品 还有弗利尔的都是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弗利尔美术馆的 弗利尔美术馆的这一件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那这个天台的石桥应征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罗汉在天台山的石梁飞铺盛景之下 五百罗汉在此为道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罗汉指印天桥 也是整件作品非常典型的套迹 那此图上有宋代的明州籍画家 周记长林廷归当时的提记 那于宋纯熙五年 也就是公元1178年开始 一直做到纯熙十五年完成 那天桥应征其实讲的是东晋西域高僧 谭尤在天台赤城山修炼时候 后闻十两有神僧居住 来断访的这么一段故事 那后来呢我们知道 谭尤本人呢在此结了草庐为安 敬斋自立 营养不息 后来天台痛开 五百罗汉图景才印试在面前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整齐图景中 非常典型的五百罗汉印试的样貌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只有五位罗汉 但是他们身上的庄旗 都是典型的南宋罗汉庄旨 非常的法具 也非常的具有精神 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所有的罗汉 尤其中间那一外尊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饰山上 出现了很多水波的途径 那个水波是典型的从北宋时期流行到南宋的构图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出现了第三位是凡僧的样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张画中都有五位罗汉出现 那这张画中这里出现三位 上面还有两侧在石桥之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石桥罗汉图景 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谈游 谈游正在度食粮的这么一个情景 望见谈游面对罗汉驾云而观 云雾处开启了壮硕的巨大电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出现的是一张谈游的图景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云中现世的罗汉电格的样貌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周继长林廷归是宁波当时的民间画家 他们对天台山石粮其实做过非常细致的观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画中不仅是这套石桥也好 还是整个的山石构成也好 基本上与现实中我们所见到天台石桥的样式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天台石粮这个方广寺也是五百罗汉七身的根本刀场 历代呢也有种种的灵异世纪流传 五百罗汉图也是根据这样的行迹传播到整个的中原地区的 那我们今天其实通过了尊圣画像中的释迦画 以及我们说的显密菩萨 以及罗汉画像三个构成方式 给大家基本上看了一些两宋时期比较流行的一些佛教绘画 那这些佛教绘画只是整个佛教美术在两宋时期的冰山一角 其实后续还有很多内容 那下回我们有机会再向大家讲的就要讲到南宋的禅宗画了 我们要从梁凯开始一直讲那著名的肖香八景 再去讲到沐溪和玉剑 在中国已经见不到的那些禅宗画家 那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在直播间留言 赵赵老师会抽时间 那个团队回顾大家 因为今天太晚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